好家伙,这个男人因为包子做得太好吃,结果被顾客们追了十条街。 最后成功完成任务的他,竟然获得了系统送出的一百万奖励。 叮! 本周任务,每天早上六点抵达秦皇山山顶卖一百块亿瓦的粥,食谱,粥的一百种做法已发放。 这大冬天的居然要我早上六点就去山顶卖粥,还是一百块一碗的?这任务怎么越来越离谱了?谁家好人早上六点去山顶买粥啊?还一百一碗,谁吃得起? 但是为了七天后的丰厚奖励,白大只好咬牙接受了任务。 什么情况?这个人为什么背着一桶汽油上山? 不好,难道他想把这座山烧毁吗? 大约三十分钟后,白大终于来到了山顶了。 本来觉得一碗粥卖一百块有点太黑了,可是经过这一段艰辛的爬山路程,现在倒是感觉卖一千块也不贵了。 这时候,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围了过来。 帅哥,你这桶里装的是啥呀?是什么吃的吗?这里面是皮蛋瘦肉粥。 很快,周围的人听到山顶上来了个狠人在卖皮蛋瘦肉粥,于是都纷纷围了上来。 因为皮蛋瘦肉粥很常见,但早上六点,山顶上的皮蛋瘦肉粥还真没见过。 老板,瘦肉粥怎么卖?一百块一碗。 虽然大家对山顶上的物价都有心理准备,但一碗粥卖一百块还是有点太离谱了。 不是一百一碗的粥吃不起,而是山下的更有性价比。 可是当几人看到桶里的瘦肉粥之后,差点惊讶到大小便失尽,只见洁白的米粒一个个如同绽放的雪花,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粥的表面还有浓郁的粥油泛着光泽,褐色透着墨绿的皮蛋,跟透着粉色的肉丝混在粥里,香味十足。 真是一锅要卖相有卖相,要味道有味道的好粥啊。 先给我们来一碗尝尝。 皮蛋瘦肉粥大家都吃过,但一百块一碗的还真没尝过。 几个大学生嘴馋得很,商量着先买一碗尝尝味道。 米粒香嫩细滑,入口即化,皮蛋带着一种清凉的味道,嫩嫩滑滑的,香味很浓郁。 肉丝也十分的嫩,牙齿轻轻硬咬就断开了,非常的鲜美。 清淡的调味突出了配料的鲜,一口下去,粥的热量顺着口腔流向四肢,一瞬间全身的血液都被吊动了起来,让人一时无法形容这种畅快的感觉。 太好吃了。 再给我们美人来一碗。 OK,兄弟们。 这几个人不会是拖把。 来山顶做生意还自带拖,这会有人上他们的当吗? 老板。 来两分粥。 这是一对来爬山看日出的情侣,两人本以为要饿着肚子下山才有的吃,没想到山顶竟然有人在卖皮蛋瘦肉粥。 小伙子,你这一百块一碗也太贵了,秦皇山门票都不要钱,你就便宜一点,二十卖给我一碗行不行? 你是怎么想的?我前面都卖了六碗一百块的,这会如果降价,那前面原价购买的时刻不得把我撕累啊。 这位大婶,真的很抱歉,我这粥是凌晨三点用最新鲜的食材现熬的粥,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背上山顶,而且我这手艺也值一百块。 你这小伙子心真黑,就算是山顶,一碗粥也不能卖一百块啊,你真的是。 眼瞅着中年妇女跟找茶一样,旁边几个大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了。 大妈,没人逼你买,我们觉得值就行,做买卖你请我愿的事情,能把这么重的粥杯上山顶也不容易,还是鸡脸嘴得的好。 中年妇女看到周围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知道舆论没站在她这边,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哥,你这厨艺太牛了。 对啊,这也太好吃了吧。 我平时最不喜欢喝粥了,没想到粥这么好喝。 哥,你平时在哪儿做生意,我们去照顾你生意啊,这粥就在秦皇山山顶摆摊。 那我们想喝粥的话,岂不是每次都要爬到山顶才有的喝? 偶尔一次爬山是游玩,但每天都爬的话,我们再有精力也扛不住啊。 这是为啥呀,你背着粥爬到山顶多累啊? 你们以为我愿意这样吗?但任务要求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因为山顶卖得贵啊。 一百块一碗的皮蛋瘦肉粥,要是不在山顶,它肯定会被人骂死。 这个理由让几个学生无法反驳,这几个年轻人就是大冤种,一百块的粥也吃。 就是啊,我才舍不得花这个冤枉钱。 这粥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嗯,浓郁的稻香味在口腔内蔓延开,带着里脊肉的鲜嫩爽滑,入口即化,一吃就知道是花了很长时间熬煮出来的粥。 皮蛋的香味中带着一丝腥味,入口细腻入微,沁人心脾,味道不但不腔笔,反而口感绵密香醇。 一碗粥下肚,两人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这种满足不仅仅是肚子的满足,而是全身心的愉悦。 他们此刻真的觉得从来没有哪一顿饭能与这一次相比。 站在他们旁边的大哥,从前对皮蛋瘦肉粥看都不看,如今看着两人吃得一脸享受的样子,馋得嘴巴不停地咽口水。 老板,一百块一碗是吧,给我来一碗。 马上就要八点了,白大赶紧给平时一起爬山锻炼的张大爷发了一个信息,告诉他这周不能去后山爬山了。 此时正在吃早饭的张大爷看到白大的信息后,一脸的不韵不韵。 爸,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 以后再也吃不到包子了。 这桌上不全是包子吗? 我是说吃不到白大卖的包子了。 白大是谁? 你怎么比我这个老年人还健忘? 昨晚不是跟你说了吗? 就是最近陪你爬山,做包子很好吃的那个年轻人吗? 为啥吃不到他的包子了? 这个礼拜他去秦皇山山顶卖粥去了,以后都不卖包子了。 既然他包子做得这么好吃,那说明他的厨艺不差,所以做粥应该也很好吃吧? 反正你每天早上都要爬山,你一样可以继续跟他一起的。 你说的有道理。 看来老爷子确实很喜欢这个叫白大的年轻人。 爸,那我去上班了。 去吧去吧,明天的乡亲你不要忘了。 张大爷忙着给白大发消息,头都不抬,随意两句话就打发了儿子。 这几十年的父子情也太淡薄了吧。 第一天卖粥,生意比我想象的要惨淡一点,手艺方面是没问题的,难道是系统的定价太高? 粥虽然很美味,但一般人都不愿意花这么多钱去尝试吧。 也有可能是皮蛋瘦肉粥看起来不够高端,不值这个价钱。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明天就换一个更上档次的粥吧。 另外,任务没规定你一定要卖多少份,只规定了时间和价格,所以明天换个小桶,早点卖完或许还能回来睡个回笼觉。 鲍鱼粥,香喷喷的鲍鱼粥,一百块一碗,一百块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档,快来尝尝好吃倒哭的鲍鱼粥嘞。 醒目且刺耳的喇叭声,直接把山顶上的游客们都给吸引了过来。 老板,你卖这么贵会有生意吗? 放心,会有的。 为了招揽顾客,白大一把揭开粥筒的盖子,刹那间,焖了一路的鲍鱼粥,散发出比刚煮好时更浓郁的香味。 哟,是鲍鱼粥,来一份尝尝。 哇,这粥熬得太好了。 看到鲍鱼粥诱人的样子,点餐的客人立马多了起来,转眼间白大又卖出去了三份。 兄弟们加油啊,马上就到山顶了。 不是,这老板是怎么想的,非得把粥背到山顶去卖,在山脚下卖不行吗? 这难道是在考验我们为了吃,能做到什么地步吗? 我觉得应该是爬到山顶才配吃老板熬的粥吧, 不是说人在饥饿劳累的时候吃啥都香吗? 确实,我昨天爬完山吃那个皮蛋瘦肉粥都觉得惊为天然,好喝到差点连舌头都吞掉了。 当几个大学生来到山顶后,突然听到了不远处的喇叭声,于是几人非一般地朝着白大的摊位冲去。 在这个家伙撒子轻狂,都已经爬到三天了还跑撒子。 是一路爬上来不累吗?还有力气跑那么快? 四周的游客看着一群人跑过去的身影都惊呆了,大家以为前面有大瓜翅,于是都纷纷跟了上来。 老板,来五分鲍鱼粥。 白大定睛一看,原来是昨天的大学生带朋友来照顾生意了。 白大猛逼的表情,下一秒就转换成热情待客的笑容,乐呵呵地揭开锅盖开始成粥。 这年头来山顶卖粥都要请托了吗?我闻得也太高端了吧。 不远处一个美女闻着空气里鲍鱼粥的香味有些嘴馋,但感觉这个价格有点坑,于是她想找人一起拼个单。 小姑娘,拼单吗? 嗯?拼什么单?是拼兮兮吗? 就那边卖的鲍鱼粥,闻着挺香的,我想尝尝味道,但是价格太贵了,而且我也吃不了一碗,所以就想问你要不要拼单一起尝尝。 嗯?可以啊,我还没吃过一百一碗的粥呢。 于是两人各付了五十块,要了一碗鲍鱼粥。 需要分开装吗? 那太好了,谢谢老板。 还能买半碗的吗?老板,也给我来个半碗尝尝。 半碗卖不了,他们是拼单的才能买,你也可以找个人一起拼单,然后我给你们分开打包。 女人有点失望,但是看着周围一群捧着鲍鱼粥的时刻,个个都吃得一脸满足的模样,自己也不免心痒痒起来。 有没有人想吃的,可以一起拼单啊? 拼单这种行为在女生群里很常见,但男生们看不惯,觉得为那么几块钱这么麻烦,显得自己很小气,很丢人。 所以周围的男性游客们都没搭理女人的问话,反而看到白大生意不错的样子,都跟着买了一碗厂厂。 这个女人叫陆浅,为了今天的相亲,她特意凌晨四点就起床梳妆打扮,结果却被奇葩的张明远约出来爬山。 别人相亲不是约在豪华的西餐厅,就是浪漫的咖啡厅,可这个男人居然约一个女孩子来爬山,真是奇葩他妈给奇葩开门。 她一个豪门大小姐,平时出门,都有豪车司机接送,穿的鞋也都是名牌定制,但凡路走多了,都容易变形坏掉。 张明远看了看时间,她原本预计到山顶的时间是七点,然后九点前还能赶回公司上班,结果都八点半了,还没爬到山顶。 还是我拉着你走吧。 她拿什么态度,是嫌我爬得慢吗? 真想一头创死这狗男人,等我把这狗男人拿下之后,看我日后怎么折磨她。 谢谢张总。 叫我名字就好,你又不是我的下手。 好的,明远。 爬不动了就跟我说,我可以背你。 这才第一次见面就要人家背,好像不太好吧,没事的,我还能爬。 十五分钟后,两人终于到达了山顶,此刻的路前真的是又累又饿,感觉要是有床的话, 他能立马躺下来,一动不动。 急,是什么这么香? 好像是粥的香味。 张明远知道,白大在秦皇山山顶卖粥,闻到香味后他立马反应了过来, 于是他拉起路前的手,就顺着香味找了过去。 你好,请问你是白大吗? 是的,你是哪位? 我爸叫张建军,就是经常跟你一起爬山锻炼的那位大爷。 原来你是张大爷的儿子,你这是带女朋友爬山来了? 张大爷为他儿子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 天天吐槽儿子三十多岁了都还没找对象。 是相亲对象,暂时还不算是女朋友吧? 人家相亲都是吃饭看电影,你小子够另类,竟然带人家小姑娘来爬山。 可是注意到跟在张明远后面女生脸上的笑容,白大就放心了。 看来爬山好像也不错的样子嘛,那你们要喝粥吗? 要的,两份先的吃,一份打包给我爸带回去。 你不知道,老爷子他一天吃不到你的包子,就浑身不舒服。 希望你煮的粥也能和他心意吧? 放心,老爷子肯定爱吃。 嗯,好嫩滑,新鲜的鲍鱼炖得软烂入味,口感竟然比扇贝肉都要鲜美。 大米的浓香加上鲍鱼的Q弹,瞬间让陆浅觉得这个山爬得很直,而且连带着对张明远的印象都好了起来。 这个张明远肯定是知道山顶有这么好吃的粥,所以才特意把乡亲地点定在秦皇山的。 张明远平时早饭吃的最多的就是粥,鲍鱼粥也是经常吃,但此刻尝到的鲍鱼粥跟他印象里的味道区别太大。 确实好吃,鲜味很浓郁,要不是看到粥里只有鲍鱼,我都怀疑自己在吃海鲜粥。 这种水准的粥要是放到大饭店的话,怕是连排队都吃不到的存在。 怪不得老爷子对没吃到的包子恋恋不忘,没想到白大如此年轻就有这么好的厨艺。 老板,再给我来一碗,陆小姐,你吃饱了吗?要不要也来一碗? 不用了,我平时就吃一碗,要不,给我闺蜜带一份回去吧。 好,那再来两份,一份打包。 真巧,刚好还有最后两份。 今天收摊的时间比昨天早多了,白大有点受宠若惊,原本以为这周的任务会挣不到钱,没想到比前一周挣得还要多。 这就是白大在秦皇山山顶卖的粥。 是的,你赶紧趁热吃了,我要上班去了。 你照啥急啊,我还没问你香金香的怎么样了? 还行吧,这要看女方那边的反应了。 张明远抛出了一个含糊的答案,就直接溜了。 这鲍鱼粥煮得真美味啊,要是能跟上周的包子一起吃,那真是一顿绝美的早餐了。 可是一想到今天的粥是儿子爬山带回来的,而明天说不定就吃不到。 所以他打算今晚早点睡,然后明天就可以早点去爬山买粥喝了。 虽然不能跟白大一起凌晨四点就出发,但六点起来上山吃碗粥还是没问题的,就这么决定了。 接下来五天,白大分别做了红薯粥、海鲜粥、八宝粥、香菇鸡肉粥以及十锦水果粥。 而张大爷为了吃到美味的粥,每天早早就起床了,然后每天都如愿地喝上了心心念念的粥。 相比周一到周五,周末两天的爬山人数明显更多,买粥的人当然也跟着变多,六点到山顶,十点就可以卖完收摊回家了。 一想到早起爬山卖粥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白大恨不得仰天大笑。 这山谁爱爬谁去爬,我是再也不想爬了。 丁,本周奖励触及基因改造业已发放。 基因改造业,有什么用? 服用本液体可以从内而外地改善基因,让你的身体素质、颜值、身高、抵抗力等等全部得到提升。 这可是好东西啊。 白大迫不及待地打开盖子,随后将改造业一口闷了下去。 甜甜的,跟勾兑的苹果汁一个味道。 白大以为会跟小说里一样,喝完后全身剧痛洗嘴啥的,结果却不痛不痒的,身体也没发生任何变化。 害我白激动了半天。 啥也不是。 第二天早上,系统又带着新任务出现了。 丁,本周任务,卖炸机,营业时间,午夜十二点,营业地点,老哥酒吧门口。 谁家好人半夜去酒吧门口卖炸机? 这酒吧老板不会是给系统打钱了吧? 再说了,如果遇到阿飘又该怎么办? 好家伙,这个男人为了验证自己刚出炉的炸鸡腿是否好吃,竟然把张氏父子拉来当起了小白鼠。 外焦里难,酥脆可口,恰到好处的肉汁鲜美至极,和小笼包的汤汁一样都是精华,真是没天理啊。 怎么能好吃成这样呢? 平时很少吃炸鸡的张家父子,此刻吃得满嘴流油,白大看着他们吃得一脸享受满足的样子也很高兴。 作为厨师,看到别人喜欢吃他做的食物,真的很有成就感,这比他自己吃都来得开心。 对了,你这周是准备卖炸鸡吗? 连吃了两个鸡腿的张大爷,此时总算过足了产瘾。 对的,今晚十二点去酒吧门口卖。 年轻人的想法总是特立独行,做生意不求饭,不求挣钱,就捉打一个随心所欲,白大这样的生活。 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呢,我是老了,不然跟着他一起出去摆摊,那该多好玩啊。 是哪个酒吧门口,到时候我带女朋友去给你捧场。 女朋友,你们这是在一起了吗? 应该是吧。 老哥酒吧是本世人气很高的一个老酒吧,因为门口的马路边上有很多路边摊,所以这里深夜后也是最热闹的地方。 位置好的地方已经被其他的摊位占了,我就随便找个位置,只要保证在老哥酒吧门口就行了。 找到摊位后,白大开始慢悠悠地吃起油锅,因为任务没规定要卖多少炸鸡,所以刚摆摊就算没有生意他也不着急。 白大一脸猛逼地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二哈,奇怪的是他似乎在二哈的脸上看到了讨好的表情。 不好意思,我的狗没有打扰到你做生意吧? 没事。 旺财,别淘气了,赶紧跟我回家去吧。 可旺财并没有要走的意思,而是可怜巴巴地看着白大。 难道这狗是看上我了,想换个主人了吗? 旺财,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说你想溜弯,我就带着你溜了一个晚上,现在你还想干嘛?咱们不要打扰人家老板做生意行不行? 旺财依旧没有理会主人,而是望着三轮车上的鸡腿流出了哈喇子。 这下,白大和狗主人高家智都看懂了。 原来你个傻狗是想吃鸡腿啊?老板,炸鸡腿怎么卖的? 十元一个。 给我来两个,一个加辣,一个不加辣。 好的,稍等十分钟。 老板,你这炸鸡腿好吃不?闻着好香啊。 当然好吃,你尝过就知道了。 老板,你多大了,看着挺年轻的样子,我二十四岁,你呢,应该跟我差不多大吧? 我今年二十六。 高家智是个典型的画廊,哪怕白大不接话,他也能一直巴巴地说个不停。 看不出来啊,我还以为我俩差不多大呢,那我喊你老板哥吧。 老板哥,我的鸡腿好了没?好香啊。 还没有,还得等一会儿。 那好吧,老板哥你是第一次来这边摆摊吗?之前路过都没看到有卖炸鸡的。 对,今天晚上才来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鸡腿的外壳被逐渐炸得金黄,香味也变得更加浓郁。 好香啊,哪里来的香味? 是那边的炸鸡船来的香味吗? 走,去看看,刚好肚子饿了。 一群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来到了白大的摊位前。 老板,炸鸡腿怎么卖的? 十元一个,给我们每人来一个,一共八个。 你的鸡腿好了,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 我的妈呀,这是鸡腿吗? 谁家的鸡腿有这么鲜嫩酥香,虽然鸡腿外壳看起来很酥脆很干的样子,但里面简直嫩得不行,有点像鸡汤里炖煮得十分入味的鸡腿,多汁又鲜嫩。 高家智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炸鸡腿,他看着眼前正在狼吞虎咽的旺财,一时没忍住地流出了感激的泪水。 能闻着味道就能找到这么好吃的炸鸡汤,这哪里是傻狗啊,明明就是我的好大儿嘛。 老板哥,你这炸鸡腿真的绝了,再给我拿两个吧。 还是一个辣的和一个不辣的是吗? 一锅金灿灿的大鸡腿陆续出锅,而大家也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炸鸡腿。 鸡腿外壳被炸的焦香,里头的鸡肉嫩滑又多汁,好吃的差点把舌头都给吞下去了。 而且不止麦格扎的焦香的部位好吃,吃到靠近骨头未知的肌肉,也都匆忙了味道。 吃不够,真的吃不够,老板,也给我们再来两个。 白大原本以为大半夜吃炸鸡的人不会很多,现在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这大概就是今生的死后下油锅吧。 这一句话直接给在场的众人干沉默了。 能被炸得这么好吃,这只鸡也算死得其所了。 好好的一个炸鸡过程,结果被两个小妃子这么一说,顿时让白大队油锅里的鸡腿都无法直视了。 好家伙,这只旺财为了吃到美味的炸鸡骨头,竟然站在马路边给炸鸡摊老板招揽起了生意。 而路过的行人也成功地被这独特的招揽方式给吸引住了。 这年头路边摊也这么卷了吗?做生意还带狗来招揽客人。 老板,鸡腿怎么卖? 十块一个。 那给我来两个。 真好吃,老板你这炸鸡腿是怎么做的? 要鲜味有鲜味,要酥脆有酥脆。 同时还保留了鸡肉的鲜嫩多汁,好香的嘞。 这可不是一般的鸡腿,是山羊的走地鸡,因为它们每天都在走山路,所以鸡腿的肉质非常有弹性,而且也不是那种动鸡腿,是活鸡献杀剔下来的新鲜鸡腿,味道自然不一样。 怪不得吃起来这么鲜呢。 时间来到凌晨两点多,随着最后一个鸡腿的卖出,白大也正式结束了今晚的营业。 而嘴馋的旺财也如愿饱餐了一顿鲜美的炸鸡骨头。 第二天一早,白大根据鸡摊老板的推荐来到了一个乡下的养殖户家里,因为他只要活鸡献杀的新鲜鸡腿,所以也只有这样的养殖场能满足他的需求。 老板,这种小嫩鸡给我来50只,然后把它们都宰杀掉,鸡腿鸡翅单独切下来,剩下的鸡身子全部剁成块。 小哥是做什么生意的,要这么多鸡? 做鸡的生意? 什么? 看着老板眼神不对,白大赶紧开口解释。 我用来做炸鸡的。 可是一般炸鸡店用的不都是半成品或者动货吗?你怎么舍得用活鸡?这成本也太高了吧? 成本确实不低,但是用活鸡做出来的炸鸡是那些动货不能比的。 那是,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好吃,吃着还健康。 除了原味的,白大今天还史无前例地做了一款蟹黄口味的炸鸡。 为了测试一下新口味炸鸡的口感,白大又一次把两只小白鼠请到了家里。 这是亲朋好友,还有一些合作公司送来的,家里人根本吃不完,所以就给你带了一些过来。 白大原本还想着今晚的蟹黄口味炸鸡,要是卖得好的话,明天就去批发市场买些大炸蟹回来,专门做蟹黄口味的炸鸡。 没想到张家父子这会儿就给送上门了。 别想了,我今晚是不会带你出门的,昨天在炸鸡摊位前怎么拉你都拉不回来,今晚你还想出去,告诉你,没门。 而且你吃那么多鸡骨头今天都便秘了,你还想再吃吗? 几百块的狗粮你不吃,十块钱一个的鸡腿你倒是吃得香。 叫也没用,去了你就拉不回来了。 说完高家智就掏出手机刷起了视频,一点也不管狗儿子的叫唤,而一旁正在生气的旺财,看向高家智坐着的沙发突然扑了上去。 我喜欢的沙发呀,你个傻狗玩意儿,今天不是你死就是你亡。 就这样,一人一狗陷入了一场惊天地气鬼神的混战之中。 我擦,你还敢踹我,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谁才是你主人。 好了狗哥,你是我哥还不行吗?快把我放开吧,不就是鸡腿吗?多大的事,你放开我,我这就带你去吃,今天是我鲁莽了,我给你买鸡腿道歉。 这哪是养狗啊,明明养了个祖宗。 你们来了。 哥,你是不知道我这狗有多馋,十一点就要往外跑,我硬是拖着不让它走,结果咬坏了一张沙发,被我打一顿,最后没办法才把它带出来的。 话音刚落,高佳智突然注意到了摊位旁边的小黑板,然后就被从未吃过的蟹黄炸鸡给吸引了。 哟,今天还有一个蟹黄口味的呢? 是的,用新鲜的大炸蟹蟹黄做成的面糊炸出来的。 就这个蟹黄炸鸡,给我来一个鸡翅和一个鸡腿,然后原味的鸡腿也要两个。 好嘞,你们今晚来得早,还得等一会。 说完,白大低头看了一眼旁边的旺财,只见她那双眼睛在黑夜里亮得就跟两只一千瓦的电灯炮似的,确认过眼神,这的确是她的忠实时刻。 哥,你几点出摊的? 十二点。 天天都来吗? 这周都会在,下周就不一定了。 为啥? 个人习惯,再继续聊下去,估计连祖宗十八代都要被打听出来了。 深夜饭局结束后,方骏被合作伙伴们拉着来到了老哥酒吧,然后眼尖的他一眼就看到了正在马路边摆摊的白大。 咦,那个不是包子摊老板吗? 小王,你和他们几个先去酒吧等我,我有点头晕,下车走走吹吹风。 方骏随口敷衍了几句,就直奔白大的炸鸡摊去了。 白老板,果然是你啊,我刚刚还以为酒喝多了,没想到还真是你啊。 真巧啊,又让你找到我了。 是啊,我的运气简直太好了,不行,我等下一定要去买张彩票,说不定还能中个三等奖。 白老板,原味跟蟹黄口味的鸡翅鸡腿各要十个,然后炸鸡块也各要两份。 好嘞,一共750块,你买这么多炸鸡吃得完吗? 我跟朋友们一起出来的,吃得完,那蟹黄炸鸡块要三份好了,凑够八百。 大款啊,一次就买八百块的炸鸡。 行,稍等十五分钟。 在等待的时间里,方骏突然掏出手机,对准白大的摊位,拍下了一张照片,随后发到了包子老板师客群里。 出来完,居然碰到了白老板在老哥酒吧门口卖炸鸡,味道香的一匹,想吃得赶紧过来。 方骏连着两周第一个发现白大的摆摊位置,群里的老师客们开始推举他为群主了。 这群主你来当我心服口服,以后能不能找到白老板就要看你了。 贫僧县施主与白老板有缘啊。 兄弟,你以后就是我哥哥,这群主你不来当就没人能胜任了。 方骏笑纳了群主的身份,并且详细地在群里给大家描述了炸鸡的种类和味道。 有些距离老哥酒吧比较远的时刻,在看到群消息的一瞬间,就直接点开了跑腿软件,老哥酒吧这块晚上跑单的人比较多。 所以下单不到一分钟,就有跑腿小哥接单了。 真想吃炸鸡,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嘿嘿,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好家伙,这个跑腿小哥因为抵抗不住炸鸡的香味,结果向客户提出了一个无理取闹的要求。 哥,我能自愉快你的炸鸡布。 啊,你要对我的炸鸡做什么,快住手。 看到跑腿小哥发来的消息,焦急等待的时刻顿时慌了神,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去。 不行,你不准动我的炸鸡,赶快给我送过来。 只怪这炸鸡实在太香了,香得我连骑车都无法集中注意力了。 哥,你别激动,我就是问问,我马上就给你送过来呀,放心吧,我不是那样的人。 听到跑腿小哥的这几句话,焦急的时刻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不就是一块炸鸡吗?谁还没吃过似的?不就是香了点吗?还不一定好吃呢? 炸鸡不都是那么回事吗?又能好吃到哪去? 啥也不是。 但是真的很香啊,里面肯定添加了科技和狠乎。 其实,其实就算我偷吃了一块,顾客应该也看不出来吧。 哎呀妈呀,我的炸鸡,我该怎么跟客户交代呢? 望着地上香气逼人的炸鸡,跑腿小哥不受控制地咽了几口口水。 这炸鸡都掉地上了,再给顾客送过去不好吧,可是扔了又太浪费了,不如委屈一下自己把它们都吃了吧。 被蝉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小哥,随手抓起一个鸡翅就往嘴里送。 入口酥脆,肉汁鲜美多汁,就好像炸鸡里面被灌了鸡汤一样,这也太香了吧,怪不得有人那么远叫跑腿也要吃着炸鸡。 而下单的顾客看到地图上半天不动的起手,心里害怕得不行。 这跑腿小哥不会在偷吃我的炸鸡吗? 于是乎,他疯狂地给跑腿小哥发取消息。 哥们,你怎么停在一个地方不动啊?你是不是在偷吃我的炸鸡? 兄弟,你快给我送来啊,要不你告诉我你的位置,我自己去拿行不行? 面对顾客的狂轰乱炸,跑腿小哥开始心虚起来了。 兄弟,不好意思,你退单吧,我在路上摔了,送不了了。 你真摔了吗?我怎么就那么不相信你呢? 真摔了,我没骗你。 我不信,是不是你给我炸鸡吃完了才这么说的? 那行,火要见人死要见尸,你赶紧给我送过来,炸鸡哪怕摔坏了我也要。 都摔烂了,怎么可以给你送去?要不你再等等,我去给你买一份回来。 不,我就要你手上的那份。 我手上的摔到地上脏了,都被压扁了,我还是给你再买一份吧。 啊! 你肯定吃了我的炸鸡,我不退单,我就要我的炸鸡,你知道我等多久了吗?那可是白老板做的炸鸡啊,你赶紧给我送过来。 我真没吃你的炸鸡,就这样吧,我现在赶紧回去给你买一份。 这下真完蛋了,如果不赶快买一份送过去给他,估计他会抱歧杀了我吧。 可是当小哥回到白打摊位后,却被告知所有的炸鸡都被在场的人全部预定完了。 可是我已经跟顾客承诺再买一份送过去的,如果食言了,他肯定会给我岔平的。 白老板,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我这边是没办法给你弄来炸鸡了,要不这样,刚刚有个姓方的老板在我这买了几十份,现在他们应该还没吃完,你可以去酒吧里找他商量一下,看看他能不能云出来一些给你。 好的,谢谢老板的提醒,我这就去找他。 最后,陶腿小哥成功跟方骏碰头,并且取到了炸鸡,而下单的顾客也终于盼来了思念已久的美味炸鸡。 哥,耽误你用餐了,为了表示歉意,我给您多买了一盒作为超市赔礼。 行了,送到就行。 他已经不想计较上一份订单是摔了,还是被吃了,只要让他吃上心心念念的炸鸡,他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接下来五天,除了原味和蟹黄味的炸鸡,白大还根据食客们的要求,陆续加入了薯片、韩式以及甜辣等多种口味的炸鸡。 每天晚上的顾客也从原来的几十人到后来的几百上千人。 丁,恭喜宿主完成上周任务,您将获得系统送出的价值千万的豪车一样。 本周任务,累计卖出一百个售价为一百元的汉堡,任务地点,普罗大桥底,任务时间,晚上十点,食谱,汉堡大全已发放。 对于路边探来说,一百一个汉堡可能有点贵,但是问题不大,毕竟一百一碗的粥咱都卖过了,而且卖出一百个就行,所以只要提前完成任务,后面的几天就可以放假兜风去了。 这个钓鱼佬想吃白老板做的汉堡,可此时的他却身无分文。 老板,我能拿我钓的鱼给你换一个汉堡吗? 今晚是白大卖汉堡的第一个晚上,而这个钓鱼佬又是今晚的第一位客人,所以白大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方。 谢谢,我这几条都是鲜活的大鱼,你当然回去养几天都没问题的。 你这鱼看起来很不错,是在这湖里面钓的吗? 对,普罗大桥这边可是好地方,很少有空军的。 那感情好,回头我也来试试。 乖乖,这笔快餐店的汉堡好吃太多了, 一口下去,满口都是奶香味和芝士的咸香味,再加上烤的焦香四溢的牛肉,实在太好吃了。 兄弟,你别急着走啊,我等一下再多钓几条鱼送给你吧。 哎呀妈呀,真的没吃过这么香的汉堡。 兄弟,这么好吃的汉堡,你为什么在这种地方摆它? 这边桥上还有人,但是桥下顶多只有我们这样的钓鱼佬。 对了,明天还来吗?到时候我想再来买汉堡。 来的,每晚十点准时到位。 潘元今天很高兴,不但打窝找的地点好,钓上来的鱼都是大鱼,饿了还碰到了来卖汉堡的,真是绝了。 咦,桥下怎么有个人在摆摊?这人也太奇怪了吧。 不对啊,怎么会有正常人半夜在这个鬼地方摆摊的? 不会是网上说的那种便衣在执行任务的一烧吧?不是,大哥你大半夜在这摆摊吗? 这地方多好啊,靠近湖边,凉快又清净。 那汉堡怎么卖的? 一百块一个,口味随便选。 什么?一百一个?这哪是想做生意啊?明明是想抢钱吧? 它肯定是便衣物爷了,就是不想做生意。 我还是赶紧走吧,别打扰人家执行任务了。 对的,保证物超所值,不好吃你可以抽我。 什么底气啊,敢说这话,那给我来一个。 好嘞,你看看要吃哪款,我这有知识双层汉堡,美食汉堡,牛油果汉堡,还有黑松露汉堡。 那就来个黑松露汉堡吧。 糟糕,前面好像起火了。 我他妈来了。 我来。 那个,我说我在锻炼,你们信吗? 钓鱼老尴尬的想立马就走,但是又有点不好意思。 这是在做汉堡吗? 刚好饿了,给我也来一个吧? 一百块一个。 什么?多少钱? 早知道刚才掉头走就好了,反正谁也不认识谁,而且大半夜天这么黑,说不定脸都没看清呢? 这下更尴尬了,本以为来救火的,结果却损失一百块。 想吃什么汉堡?黑板上的口味可以随便选。 就来个双层知识汉堡吧。 说话间,小姑娘要的汉堡已经做好了,热乎乎的大号汉堡拿在手里,让人看着就有食欲。 美女,咋地了?吃一口汉堡吃傻了吗? 太好吃了,黑松露的味道虽然浓烈,却没有遮挡住牛肉饼的焦香,肉给的也很足,咀嚼起来很有焦头。 面包里迸发出来的小麦香气,完全衬托了牛肉的美味,这也太好吃了。 一旁的钓鱼老辈小姐姐这么一说,口水流得差点没把桶里的鱼给淹死。 老板,给我换一个跟它一样的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不够吃,完全不够吃,老板,再给我来一个美式汉堡。 OK! 确实好吃,这钱花的真值,老板,再给我打包一个带回去。 原本以为这是个福利任务,一天就能完成, 没想到两位客人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别的客人光顾了。 算了,都快十二点了,还是回家洗洗睡吧,明天晚上再来,反正有的是时间。 老婆老婆,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回来。 几点了,我问你几点了,一出去钓鱼就跟钓鱼一样,我都不想理你了。 现在三更半夜的你居然给我叫起来了,你是不是有毛病? 这啥子东西,还挺香的,老公,大白夜的你去拿买的汉堡,而且还是热乎的。 在普罗桥下看到的,我自己尝了一个觉得好吃,就立马给你打包了一个,连鱼都没掉就跑回来了。 真的?还你要老公,那你明天再起钓吧,顺便再给我带个汉堡回来,这汉堡坚持太香了。 老公,你来一口。 那我不客气了。 嗯,好吃,但是比刚做好的味道还差一点,你明天晚上跟我一起去吧,现做现吃的味道更好。 同样是夜钓归来的攀员,回到家后立刻发了一条视频,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 今天手感好,钓的都是大鱼,而且还在钓鱼地方吃到了美味的汉堡,那汉堡做的是真好吃啊。 此时,包子群里的一个老食客正好刷到了攀员的视频。 真有意思,居然有人大半夜在桥底下卖汉堡,等等,这怎么看起来那么像白老板能干出来的事,难不成,真的是他。 这个昨天拿鱼换汉堡的男人,竟然领着一群钓鱼佬来吃汉堡了。 老板,你来了,我尽管带朋友来吃你做的汉堡,我说好吃,他们还不信,你快点让这群土狗长长剑是吧。 人群里除了攀员带来的钓友,还有领着老婆来吃汉堡的钓鱼佬,以及包子群里的老食客。 老食客在看到白大熟悉的身影后激动的腿脚发抖。 妈呀,天命在我呀,真的是白老板,上周的炸鸡没吃过瘾,这周的汉堡一定得吃个够才行。 汉堡种类都在小黑板上,都是一百块一个,随便选。 攀员昨天没付钱,这回才知道他吃的汉堡原来是一百一个,但是想到那个让人上头的味道,他觉得这个价格也很合理,于是他麻溜的付了一千八。 给我们来十八个,你们有什么口味自己选啊?老板,我还有昨天吃的那种。 一旁听到价格的老食客,先是被一百一个的汉堡给震惊了,然后看到旁边的钓鱼佬眼睛眨都不眨,就扫了一千八,更是惊掉了下巴。 卧槽,现在钓鱼佬都这么有钱了吗?一百一个的汉堡整个跟十块钱一个似的, 可是我的银行卡余额连一千八都没有。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旁边的夫妻钓鱼佬也麻利地扫了三百要了三个汉堡。 一瞬间,老食客觉得自己在这里格格不入,那个想要汉堡吃个够的想法,也因为价钱问题被迫夭折。 我要一个牛油果汉堡,虽然一百一个汉堡有点贵,但是白老板出品,味道肯定有保证,不吃是不可能的, 大不了这个月多加点班,拿加班费来吃汉堡就行了,大家伙请稍等一会儿。 闻着铁板上牛肉饼发出的香味,老食客羡慕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于是一怒之下,他怒了一下, 把白大汉堡车用手机拍了下来,并发到了白老板包子摊食客群里。 兄弟们,偶遇白老板在苦罗桥底卖汉堡,地摆一个,要吃得赶紧冲。 让你们这些钓鱼老炫富,等白老板的粉丝大部队来了,就让你们感受一下闻得到吃不到是什么滋味。 后世的牛肉饼吃在嘴里,肉香味十足,同时带着培根的阴熏香味,浓郁的芝士盖在肉饼上,跟牛肉的鲜香融为一体。 纯香的奶酪味道让人无法忽视,而且因为有了黑胡椒的提味,让汉堡吃起来一点都不觉得你,真是好吃满足过了头。 狗哥,你是我亲哥还不行吗?白老板这周已经不在这摆摊了,我要是有消息,肯定第一时间带你去的,咱们一直在这等着也没什么意思是吧?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旺财无精打采地盯着白大摆摊的地方,听到主人的话一点反应都没有,眼里似乎还闪着水光。 都11点多了,咱们回家睡觉吧。 白老板你究竟在哪? 什么?白老板正在普罗大桥底下卖汉堡? 虽然现在已经快12点了,但是为了吃上白老板的美食,高家智还是拦下了一辆车,然后带着旺财直奔普罗大桥。 没想到一下子顾客来了这么多,看来今晚应该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可是这鬼地方,正常人都想不到半夜还有人在这摆摊,这些老时刻他们是怎么找过来的? 白大位置暴露的时候,大家都还没睡觉,这就导致半个群的人都来了,然后他还没来的极限购,汉堡就卖完了,而辛辛苦苦带着狗子找来的高家智得知这个消息后,小脸扭曲了半天才勉强露出了一个坚强的微笑。 没事没事,我已经知道地点了,明天晚上早点来就行,哥,你明晚几点出胎啊。 明天周末了,我要休息一下,下周再摆摊。 老板,不要啊,汉堡我都还没吃上,你咋就不摆摊了? 就是啊,你不能这么狠心,好歹也让我尝个味道啊。 旺财,快,给白哥哭一个,求求他。 老板,这么多嗷嗷逮捕的人,这点汉堡哪里够期啊? 我收个数,再卖一个月,等咱们期限了,你再换别的。 听到今天是卖汉堡的最后一天,那些已经拿到汉堡的时刻,更加珍惜地握紧手里的汉堡了。 兄弟,这么大的汉堡吃得晚吗? 被挨怎么样? 我出一半的钱。 你他妈逗我呢,我一米五三的猛男,会吃不完一个小汉堡,限定版汉堡,吃都不够吃,竟然还有人想分一杯羹,我吃的完,你别想了。 这样吧,我出两杯的钱,汉堡买给我行不? 不是,我差你那两百块钱啊。 你好,汉堡出吗?两百买不买? 刚拿到汉堡,还没来得及吃的时刻,有点犹豫,因为一百块买来的汉堡,转手出去就能赚一百,他确实有些心动。 三百 呃,四百 一千 他以为自己狮子大开口,这人就不会再出价诱惑他,这个汉堡他就可以毫无负担地留下了。 成交,三维码拿出了,我扫给你。 这么多钓鱼楼,这湖里还有鱼吗? 有啊,你别看这里这么多人,其实里面几乎大坝都不是来钓鱼的,而是来喂鱼的。 我今天要是钓不到鱼,岂不是也是喂鱼的其中一个?呸呸呸,我肯定不会空军的。 不科学啊,鱼具店的老板说这款鱼是非常好,鱼一窝一窝地来,可这么久了咋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到底是我被坑了还是这地方不行呢? 再坚持一下吧,要是还不来鱼就换个地方。 肯定是这位置不行。 正当白大起身收拾东西,准备换个地方打窝时,对面钓鱼老的几句话,直接让他尴尬得无地自容。 对,就是你这样的行为,钓鱼老空军的时候都会为挽回尊严换地方打窝,一条没钓到,反而给鱼喂饱了,所以这么多人钓鱼,鱼还是源源不断。 兄弟,我谢谢你的解惑,我只是坐得屁股有点麻,单纯想换个姿势而已。 然而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白大的水桶里还是空无一鱼。 不对劲啊,那天拿鱼换汉堡的大哥不是说这狐狸鱼很多,很少空军的吗? 这要是空军回去让邻居看到了,岂不是很没面子?说好的新手保护器在哪吗? 白大此刻的表情已经跟来时的意气风发相差甚远,而对面的大哥一直不走,他也不好意思换地方打窝。 都凌晨三点多了,还是一条鱼也没钓到,这样空着手回去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为了掩人耳目,白大打算在鱼档买些野生鱼带回家。 卖鱼的老板看到有人这个点拎着水桶来买鱼,而且还要野生的,眼里闪过一丝了然。 这种小鱼都是野生捕捞的,虽然贵点,但跟钓的没什么区别。 老板,我是买回去自己吃的。 好的,我懂我懂。 就喜欢做这些钓鱼佬的生意,买的鱼都不说,要的量还大,每天多来几个,我的鱼就不愁卖了。 没想到第一次钓鱼就打空军回来了,这也太打击人了,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不说,还被对面的钓鱼佬嘲笑了好几番。 唉,可能我这种人天生就不适合钓鱼吧。 叮,本周任务,卖鱼,地点,南边菜市场,时间,每天下午六点。 我怎么感觉这系统在笑话我,明知道我今天一条鱼都钓不到,现在只要看到鱼就恼火,结果他却让我去卖鱼,太扎人心了。 新的一周开始了,老师客们正在群里讨论白大这周什么时候摆摊,去拿摆摊的问题。 要我说,不上班的人,白天可以去城市里各条路转悠转悠,按照白老板的习惯,越不是正常摆摊的地点,越有可能遇到他。 这种东西还是得看缘分,江东是这么大,哪有那么好找,我们总不能遇到山爬山,遇到桥下桥吧。 要不我去找个大师算一挂,看看能不能把白老板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算出来。 你想啥呢,你知道白老板的八字吗,连人家的全民都不知道还找人算命,小心被人骗了。 那找笔仙吧,笔仙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好家伙,笔仙你们都扯出来了,那万一要是真的,一有难题就问他,那他还不忙死去。 那怎么办,毫无头绪啊,总不能干等吧。 这个还真没办法,就指望这周的气韵之子能早点找到白老板吧。 经过一上午的努力,一锅香酥可口的酒糟鱼终于出锅了,白大忍不住的拍下照片, 发到了朋友圈。 哎呀妈呀,这什么鱼呀,看着挺好吃的样子,还是小白回过日子啊,天天在家捣鼓好吃的, 比我那只知道工作的儿子好多了,不过他一个人吃,岂不是很寂寞? 我这正好有好酒,带去和他一起品尝,岂不妙哉? 于是他抱起自己珍藏多年的好酒,然后让司机驱车将他送到了白大的家里, 此时正坐在院子里品尝美味的白大,看到突然造访的张建军后,感到一丝意外。 哎哟,您来得巧了,我这酒糟鱼刚做好,你们快来尝一下。 缘分啊,都是缘分啊,看着桌上还冒着热气的酒糟鱼,张建军两眼放光, 原来是酒糟鱼,这可是下酒的好菜啊。 鱼肉的口感非常鲜嫩,仔细咀嚼,能品尝到与鱼肉融为一体的酒香味, 同时米酒的酒糟还自带了一点甜味,让辣椒的辣味上头后,又迅速被压了下来, 形成了鲜明的咸辣口味,完美的调味,让食材的味道发挥到了极致, 这感觉真的太棒了。 太香了,我现在总算记到为啥张家负几枚戏就给白先生送你了,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敬人,关系打好了,撑饭也是方便的, 不知道白先生还缺吸鸡布,如果跟着他天天吃到这么美味的习物该多好啊。 你们要白米饭吗,感觉吃多了有点咸。 来一碗吧,对了,你是怎么把鱼做得又香又鲜的, 虽然干吧,但炸得很香,味道真的绝了。 那必须啊,我是谁啊,自称一句当代厨神不为过吧。 不为过不为过,改天我给你送个当代厨神的锦旗挂你三轮车上。 小伙子,能尝一块你的酒糟鱼吗,如果好吃的话我就买。 当然可以。 嗯,这酒糟鱼看卖相就挺香的,没想到真吃到嘴里比想象的还好吃呢。 大妈控制不住忌忌,一口气就将小碟子上的酒糟鱼全给吃完了。 请问怎么卖的,给我来点。 五十一斤。 这价格可不便宜啊,但是这个味道对得起这个价,给我来两斤吧。 这是什么鱼,闻起来好香啊,能尝一下味道吗? 白大抬眼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摊尾前已经聚集了一群客人。 可以,这是酒糟鱼,大家可以免费品尝一下,觉得好吃你们再买。 此话一出,路人们一窝蜂似的把白大的摊尾围了起来。 正当大家伙吃得很嗨皮,准备下单买一点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喊一句,城管来了,大家快赏啊。 一时间,菜市场门口的菜贩子宛如蝗虫过境一般,快速地收拾好蔬菜瓜果,逃离了现场。 不好意思,城管来了,我也要撤了。 别走啊,小哥,我这刚尝到味道,蝗虫都给勾出来了,你走了我可咋办啊。 别降急啊,我要两斤,能卖我一份再走吗? 跟我们走,我们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话音刚落,一群小伙连车带人一起将白大抬进了附近的小区里面。 卧槽,刚才乌泱泱的一大群什么玩意儿过去了? 小哥,这里绝对安全,你就放心卖你的鱼吧。 能不安全吗?都给我带进小区了,难道城管还能来小区里改人吗? 对了,这叫什么鱼来着,真香辣,比菜系厂那家卤菜都香,快,赶紧给我撑两斤。 地方客产吧,我媳妇家那边就有做九糟鱼的,但没小哥做的好吃。 九糟鱼的香味迅速在小区里蔓延开,把附近正在散步的大人小孩全部给吸引了过来。 妈妈,香香的,我要吃。 老板,这个九糟鱼小孩能吃吗? 九糟鱼里面有米酒,我不知道小孩能不能吃,为了健康起见,最好还是不要给他们吃了吧。 听到没,小孩不能吃的,给我来一份吧,我是大人,我吃没关系。 小区里那么多人在买,味道肯定不差,刚好今晚可以加个菜。 回到家后,女人随手将九糟鱼放在桌上,然后就进了厨房开始做饭。 小孩一块接着一块,跟吃辣条一样,根本停不下来。 这是玩疯了吗? 怎么晚饭还没吃就睡着了? 怎么了? 孩子睡着了。 刚才还吵着要吃九糟鱼,这会儿就睡着了。 糟了,我的九糟鱼。 女人看向桌子上的九糟鱼,结果发现原本满满一碟的美食,此刻却只剩一小半了。 好香啊,你买的这是什么鱼啊? 嗯,好吃,微辣的鱼肉鲜嫩可口,味道香醇的让人流连忘返。 小谷,小谷。 她这是怎么了? 九糟鱼里有酒,我放在桌上,没想到她会偷吃,可能是醉了。 没事,睡一觉就好了,给我拿瓶啤酒来,这鱼滋味真不错,你也来尝尝。 你这九糟鱼在哪买的?我感觉就算当零食吃都香得很。 小区里买的。 那明天多买点,放在家里,早上配粥吃,中午带盒饭,晚上回来配点小酒,这一天多带劲啊。 短短的半小时内,两桶九糟鱼就被小区里的住户清空了一桶,可是这里毕竟是在小区里面,白大爷不好待太久。 于是他骑上三轮车打算把剩下的一桶拿到外面去卖。 你给我站住。 这小老头什么情况,进来的时候可没意见,这会儿就不让出去了。 那啥,酒糟鱼还有没,我也买一份尝尝。 还有,五十一斤,你要多少? 给我来一斤。 好嘞。 对了,大哥,这边是不是每天都有城管来赶人? 可不是,堵着路了就有城管来赶人,不过也没关系,很多人都是在城管走后又掉头回来了。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第二缸酒糟鱼也在菜市场门口卖完了。 时间还早,要不再去一趟普罗大桥碰碰运气,看看这次还会不会空军。 然而刚到地方就被人认出来了。 你好呀,白老板。 白大一脸猛逼地看着这位之前拿鱼跟他换汉堡的大哥。 你好,真巧啊。 白老板这次来钓鱼吗? 对,上次听你说这边鱼多,所以就想来试试。 完了,等一下要是空军的话,岂不是又要被人看笑话了吗? 攀员一眼就看出了白大尴尬,又有些不自在的神情。 那你先钓子,我去旁边打窝。 只见攀员从背包里拿出各式各样的鱼石,然后开始现场调配。 不是,大哥,鱼石还要自己配的吗? 敢请这白老板赐个钓鱼新手啊。 当然,首先得看你想钓什么鱼。 普罗大桥这个钓点,就属鲫鱼和鲤鱼最多,所以就配这两种碗料。 白老板,我这和好的鱼石分你一点吧,你试试好不好用? 那怎么好意思啊? 白大自然有点想要,但还是习惯性地谦虚了一下。 也对,以白老板你的厨艺,做出来的鱼石肯定比我这随便和和的好。 有时候谦虚也不是什么好习惯,比如现在,钓鱼老的独家鱼石就这样错失了。 白老板,这周你卖什么,在哪里摆摊? 在南冰菜市场卖鱼。 白老板每天肯定收获满满吧,吃不完的鱼还能拿出去卖。 我没有那手艺,钓的鱼回去都是冷冻在冰箱里,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不行,我得赶紧撤了,再聊下去自己空军的事就要暴露了,那多没面子。 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早上上厕所忘记冲马桶了,下次我们再一起钓鱼吧。 行了,那加个好友,我把我正常的钓点分享给你。 呃,白老板放心,我不是那种把你联系方式到处说的人,就只是交个朋友。 那我们下次再约。 终于拿到了白老板的联系方式了,也不知道白老板做的鱼是不是跟汉堡一样好吃呢? 嘿嘿。 真糊涂,昨天居然忘记问白老板的出摊时间了,不过也没事,只要能吃上白老板做的鱼,就算让我等到晚上也无所谓。 来了,他来了。 哇! 小伙子,你终于来了,走,跟我去一个地方。 人呢,怎么刚出现就不见了? 你好,大娘,我想问一下刚才还在这儿的卖鱼小伙去哪儿了? 啥,卖鱼什么? 卖鱼小伙。 什么小伙? 大娘,您这菜怎么卖? 五元一斤,你要多少? 阿姨,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带你去安全的地方,我儿子做城管的,他们马上就要来了,我特意在菜市场门口等你呢。 哎呦我去! 原来群众里有内部消息啊,怪不得知道的这么清楚。 小伙子,你昨天做的酒糟鱼真好吃,我们一家人都很爱吃,今天给我来个十斤的,多来点鱼汤。 昨天鱼吃完后,鱼汤我没舍得丢,今天早上全部用来拌面条吃了,那味道别提有多香了。 老板,我也要十斤。 行,没问题。 您好,大爷,请问有看到一个卖鱼的路边摊吗? 你找他干嘛? 找他买鱼啊。 他在小区里,你自己进去找吧。 攀员进入小区后,很快就找到了被人群团团包围的白大。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面来的? 你让我一顿好找啊,起见周则才找到的你。 你卖的是什么鱼啊? 丸子好香,是酒糟鱼,来尝尝吧。 哇,好香啊,我虽然很喜欢钓鱼,却不爱吃鱼,可是白老板这鱼的味道真的是绝绝子了。 被五个小孩用火辣辣的目光注视着,就算攀员再有食欲,此刻也有点吃不下去了。 他很想喂一些给孩子们,可是酒糟鱼里有米酒,万一他们吃出什么问题又该怎么办? 这人真小气,也不知道喂我家好大孙吃一口,你怎么这么馋呢? 盯着人家手里的看干嘛,人家是不会给你吃的,奶奶买了,走。 咱们回家吃? 在这点谁呢?难道我欠你的吗?我这人有病,你敢让我喂他吃吗? 大妈没想到攀员会回嘴,又看到周围的人看过来的视线,可能是觉得自己不站立,最后只好铁青着脸拉着孙子走了。 帅哥,别管他,那老太太在小区里出了名的,看不得谁都让着他家孙子,搞得家里好像有皇位又继承一样。 是的,大人不讲理,但是小孩还是挺懂事的,不然我也不会让我家孩子跟他家孩子玩了。 老板,你平时在哪摆摊啊?这酒糟鱼太好吃了,我昨天买了一斤,到家没一会儿就当零食吃完了,根本不够吃,所以今天我要买两斤。 本来是在菜市场门口摆摊的,然后被人拉到你们小区来了,一会你们买完了,我还得去菜市场门口才行。 任务地点是菜市场门口,可是天天都被拉到人家小区里卖,这算怎么回事吗? 我真扶了这个钓鱼老,连地图上都没有准确位置的地方他居然能找到,如果没有系统带路,谁能想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还藏着一个水库呢? 你是真能找地方啊?这么偏僻的位置你也能找到,而且还是一个人来的,你胆子可真大啊。 看着攀岩水桶里满满当当的大鱼,白大多少有点眼红了。 等着瞧吧,我的百发百中钓鱼技能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只见他调好鱼室后,连窝都不打,就直接开始垂掉了,这一波操作把旁边的攀岩整得目瞪狗呆。 白老板果然还是个新手,连窝都不打,能钓上来鱼才怪。 可是话音刚落,就看到白大迅速抬起了鱼竿。 哟,不错呀,秒算高了,没啥用,这么小的鱼,吃都吃不了。 几分钟后,水面上再次泛起了波澜。 还挺重的,难不成是条大鱼?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百发百中? 你今晚钓得挺威呀,除了没钓到鱼,水里面有的都让你给钓散来了。 看来我该换一个爱好了,钓鱼这活真的不适合自己。 就在白大准备收肝回家时,鱼竿再次晃动起来。 这次又不知道钓上来个什么玩意? 哎呦我去。 好大的一条鱼。 白大二话不说就掏出手机拍照留念。 这水库不错啊,鱼还挺大。 就这样,两人一直钓到了天亮,双双满载而归。 本周任务,每天卖一百碗小馄饨,任务地点江东市桃山,任务时间每天夜里十二点。 好家伙,又是一个夜猫子任务,不过这个桃山在哪里呢? 算了,反正有系统当导航,不管是哪个山喀拉地方我都能找到。 不对劲啊,怎么这里这么偏僻? 系统,你确定你没带错路吗? 宿主大人请放心,前面不远就是桃山了。 不是,系统你有病吧? 半夜十二点你让我来坟地卖馄饨,是卖给鬼吃吗? 一阵凉风吹过,让原本就有些胆战心惊的白大更加心惊胆战了。 可是他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两个字,既然已经领了任务,就算心里在恐惧,也要硬着头皮把任务完成。 但是大半夜的,这个鬼地方连个人都没有,怎么把一百碗馄饨卖出去啊? 就在白大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的时候。 对了,我只要把那群老师客们全部叫来,不就有顾客了吗? 因为没有老师客们的联系方式,所以白大只能在某不知名论坛上发帖通知打架。 内部消息,听说白老板目前在桃山摆摊。 真的假的,桃山在哪里? 桃山在某叉叉镜头,白老板就在那卖小馄饨,内部消息绝对保真,骗你是小狗。 你是不是道我傻子,我太爷就埋在桃山,你跟我说白老板在桃山摆摊,你咋不说白老板在你家摆摊呢? 白大原本想忽悠时刻来吃小馄饨的,结果看到这条评论后,忽然感觉周围都变得阴森森的了。 兄弟,你是白老板那黑粉吧?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忽悠人呢? 你再这么造谣,我就让我太爷晚上过去找你。 你也不看看桃山是什么地方,有你这么缺德的吗? 我这暴脾气,有种你报地址,看我不过去找你当面掰扯掰扯。 得,我竟然成了我自己的黑粉头子了。 不是,我说的都是真的,咋没人信呢? 我就在桃山,你有种就来找我,谁盼你,送货。 白大发完这句话后,感觉有点心虚,他觉得这样跟自己的忠实顾客说话好像不太妥当。 然而半小时候,真的有几个没事干的男顾客约着一起找过来了。 他们很想知道,究竟是谁这么明目张胆的借着白老板的名头骗人。 此时腹中有些饥饿的白大正在品尝自己刚出炉的馄饨。 真没想到我有一天会在坟地里干饭,更没想到的是这个馄饨的味道真的不错,表皮鲜薄滑爽,肉馅挑弹又带着嚼劲。 可惜了,这么好吃的馄饨却没人来买。 就在白大哀声叹气之时,不远处传来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因为光线太黑,根本看不清来人的面貌。 大半夜坟地里怎么会有人,难道是盗墓者吗? 原来是你们,我还以为见鬼了呢。 哥,原来你真的在这边摆摊啊。 站在后面的陈大亮,立刻把白大确实在桃山摆摊的事告诉了群里的使客们。 我去,有内部消息的那小子有点东西啊,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还以为那人是黑反呢,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兄弟们,你们少吃点,给我留一份,我现在就过去了。 白老板,你胆子真大啊,竟然敢一个人来坟地摆摊。 白老板,我想死你了,上周你卖的酒糟鱼我连一块都没吃到呢。 哥,你怎么想到来这种地方摆摊的,要不是有人透露,我们根本找不到你呢。 可是那个透露消息的人又是怎么找来的呢? 有可能只是路过看到了吧? 也许是吧,不过这里我最熟悉了,因为我每年都要来给我太爷上坟。 好啊,原来就是你小子的太爷埋在这里啊,刚才差点没把你憋我下出糖尿病来。 纯手工包的小馄饨,还有现熬的高汤,你们要几碗? 小魂吞不敌饱,给我来三碗,我先来两碗吧,不够吃的话再点。 头一次来这么早,还能不限量地吃,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你们谁来掐我一下,因为我怀疑我在做梦。 桃山地处偏僻,且路途遥远,群里的女生虽然对白大的美食垂涎三尺,却又不敢独自一人前往。 桃山那么远,我一个人压根不敢去,我也是,那里太偏僻了,而且都一点钟了,我不敢去啊。 姐妹们,有没有胆子大的,来接一下我,咱们结伴一起去啊。 桃腿小哥在吗?我出小费,可以去帮我买一份回来吗? 这有啥好怕的,我们这好几个人呢,马上会来更多的人,热闹得很啊,大不了回去的时候一起回去,我们这些男的都愿意给你们当护花使者。 就是啊,看看这小馄饨多香啊,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吃完馄饨后老舒坦啊。 群里不是有很多哥们要过来吗?大家一起出发,人多就不怕了。 最后,大家三五成群抱团,浩浩荡荡地往桃山方向紧发,还有一些实在不敢去,但又很想吃的妹子就只能叫跑腿了。 结果跑腿接了单,看到地址后,就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你的订单内容我没看懂,是要去桃山买两碗小馄饨吗? 对的。 我看了地图,上面显示桃山市郊区,那地方会有馄饨卖吗? 有的。 抱歉啊,太远了,我接不了,你退单吗? 不信邪的小姐姐立马又重新下了一单。 嗯,订单是对的,地方有点远,我给你一百小费可以吗? 你要这么说的话也不是不行,增给一百小费吗? 对,等你送到我当面给你,然后你再把货给我,行吧? 那行,美女大骑,我其他单都不接了,现在就去给你买。 骑手挂了电话后,就乐呵呵地往桃山方向赶去,然后跑着跑着,他就感觉不对劲了。 于是他掏出手机,搜索桃山是什么地方,结果下一秒就看到大大的焚山两个字。 焚山能有什么馄饨摊?不会是鬼是吧?这订单该不会也是鬼瞎的吧? 此时的骑手吓得脸色惨白,感觉自己小命都快不保了。 爷爷,您是孙子,给您来电话了。 馄饨买到了吗? 不是,大姐,你有病吧?你怎么没说陶山是焚山呢? 你大晚上让我去焚山买小馄团,你这是卧座剧还是大冒险?有这么埋态人的吗? 不是不是,那边真有馄饨摊,白老板你知道吧,他就在那摆摊,你到地方就能看到他了。 那里还有很多人,相信我,这不是我错去。 是随机摆摊的那个白老板吗? 对,就是他,白老板这周摆摊地点被人找到了,好多粉丝都已经找过去了,你得赶紧去买,晚了就买不到了。 你要说白老板在摆摊,我就不害怕了,等着哈,我必定给你买到。 哎哟,谁速度这么快,跑腿都找来了。 白老板,馄饨怎么卖? 二十一碗,有点小贵,外面的小馄饨就十来块一碗,这一碗却要二十,不过大晚上这么多人跑来坟地吃,说明味道肯定不畅,我也来一碗尝尝吧,给我打包三碗,好嘞。 很快,两份热辣滚烫的小馄饨就送到了小姐姐面前,而小姐姐也非常手信用地给了小哥一百小费,三百多人的粉丝群,今晚起码来了一百多号人,所以不到三点钟,白大就把小馄饨全部清空了。 十二岁的沈渊一个人不知道走了多久,才走到了妈妈的墓前。 妈妈,我来看你了。 妈妈,我真的好想你啊。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走累了,只见她蜷缩在妈妈墓前渐渐地睡了过去,直到十一点多老师科们陆陆续续来到桃山,发出的声响吵醒了沉睡的沈渊。 原本一点都不害怕的沈渊在听到这些动静后,吓得后背紧紧地贴着她妈妈的墓碑。 大半夜的坟山哪来的声音啊,不会是闹鬼了吧? 她害怕地平住呼吸,紧紧地抱着颤抖的身体,眼泪毫无预兆地飙了出来,听觉灵敏的白大好像听到了一丝哭声, 但转眼就被围上来的食客们转移了注意力。 我为什么要害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鬼,那妈妈肯定也在里面,我要去找妈妈。 今晚来的人比昨晚多了很多,此时的白大已经不担心一百碗能不能卖出去,而是担心够不够吃的问题了。 那个。 卧槽。 哪来的小孩啊,吓我一跳。 突如其来的小孩声,从大家背后冒出来,直接给站在后面的小哥,吓得整个人都蹦起来了。 叔叔阿姨,你们是鬼吗?你们有见过我妈妈吗? 叔叔阿姨,你们是鬼吗?你们有见过我妈妈吗? 食客们被小孩这句话整得一头雾水,不就来坟地吃顿馄饨吗?怎么就被说成是鬼了? 叔叔阿姨不是鬼,你多大了,怎么深耕半夜一个人在这啊? 沈元听到他们不是鬼后,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我十二岁了,我很想妈妈,我来看看妈妈。 你爸呢?你才多大,他怎么敢放你一个人出来? 爸爸有了新老婆和孩子,肯定是他爸有了后妈的孩子就不管他了,才多大的孩子,这么晚居然放心他一个人出来。 孩子,你饿不饿?阿姨请你吃小魂喝好不好? 好,阿姨虽然不知道你妈妈在哪,但你妈妈要是看到你现在这样,肯定会心疼的。 白大文言后直接成了一碗小馄饨,端到了沈元面前。 真的很好吃,你快尝一下。 只见沈元眼底含泪,倔强地站着一动不动,白大健壮立刻将他拉到凳子旁边坐下,然后连说带哄的让沈元吃下了馄饨。 看着孩子瘦的,在家肯定没吃过饱饭,他爸也真的太狠心了。 我们也不知道小孩子家在哪,这大半夜的,也不能任由他在坟山待着啊。 报警吧,这种情况只能找警察叔叔联系孩子的父母了。 可是警察叔叔要是看到我们这些人在坟山聚餐,会不会不好啊? 那有啥,我们又没干嘛,也没聚众举行什么仪式,就吃个小馄饨。 有道理哦,又没哪条法律规定不能在坟山摆摊吃小馄饨。 最后大家拨打了110,不到半小时的功夫,叔叔们就来到了现场。 大家都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描述着小孩的情况。 好孩子,跟叔叔去警局,有什么事都可以跟叔叔说,叔叔来帮你解决好吧。 如果想妈妈了,咱可以白天来,哪有大晚上一个人来上坟的,出了事该怎么办? 老师客们看着沈元乖乖地跟着警察叔叔上了车,仿佛了却了一桩大事一样,轻松多了。 警察同志,后续这孩子爸爸要是不负赐什么,你一定要多关注啊。 怎么能有了新孩子就不管前面的孩子呢,也不怕孩子妈妈半夜过去找他算账。 当然,我们会一直跟进的,你们放心,随后目光探索地看着在场的时刻们。 你们半夜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在吃小馄饨啊。 那你们怎么大半夜来桃山吃小馄饨? 没办法,白老板这周在这边摆摊。 白老板,是那个每周随机换地方摆摊的白老板吗? 哇,牛咪,牛咪。 没想到白老板这么火,连警察叔叔都知道了。 上周有个小伙子带着一条狗来派出所登寻人启事,说要找随机摆摊的白老板。 嘿嘿,肯定是高家智没错了,只有他跟旺财能干出这种事来。 马明是一位野外直播爱好者,为了挑战自己的胆量。 这天晚上,他选择了满山都是坟墓的桃山作为直播对象。 家人们,这里就是江东市坟墓最多的桃山。 除了清明,平时没有一个人会来这边,更何况现在是午夜十二点半。 这个时候如果你们真能看到人,那肯定就是坟墓里出来溜达的阿飘了。 举播胆计这么大的吗? 深夜十二点,敢一个人去桃山? 主播你今晚敢不敢在坟地过夜? 如果你敢,我就给你刷个大火箭。 楼上的你说话要酸话,主播今晚的夜宵可就靠你了。 就在这时,马明看到了不远处亮起的灯光,还隐约听到人群说话的嘈杂声。 大晚上的坟地里怎么会有人呢? 难道是? 马明惶恐不安地躲到一旁的灌木从后面。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吃饭? 他们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兄弟们,我今晚可能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你们快帮我看看前面那群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 大晚上怎么会有人在坟地聚餐? 不好,他们肯定是阿飘。 主播快跑,他们应该是在吃宵夜。 主播你如果不赶紧跑,一会说不定就会沦为他们的盘中餐了。 此时宿舍里的几个大学生正好也在马明的直播间里面。 这哪里是什么阿飘? 一看就知道是一群人在吃馄饨。 这么远你怎么知道他们吃的是馄饨? 那个三轮车上不是有个白大馄饨的招牌吗? 等等,白大,是之前在山顶上卖粥的白大吗? 没错,就是他。 原来这个礼拜他在桃山卖馄饨啊。 这时候,直播间里也有不少人认出了白大,也知道那群人不是阿飘,而是在吃白大馄饨的老食客们。 而接下来几天,由于马明直播间的推波助澜,白大的知名度迅速攀升,前往桃山吃馄饨的人,也由原来的百师号老食客增长到了数千人。 为了不让道场的顾客空腹而归,白大日以夜继的做了9985锅馄饨,然后出动大卡车,将他们一并拉往桃山。 恭喜宿主完成本周任务,奖励一个亿,以及索纳乐器满级技能,大师作品《小叶子弹木索纳》一把已放置系统背包。 平平无气的一个亿,没有一点惊喜可言,但是这个乐器满级技能看起来挺不错的,而且还是乐器之王索纳的技能,不得了不得了。 本周任务,给路过的行人带来一场极致的西餐享受,任务详情,每天中午12点到明珠时代广场售卖牛排加红酒,客人用餐时请宿主演奏音乐增添氛围。 怪不得给我一个乐器技能,原来是为了下一个任务准备的啊,可是明天我应该演奏什么曲子才能达到极致体验的效果呢?屏幕前的你能帮我出个点子吗? 卧槽,老板,你这价格是不是多写了一个零,魔都的牛排之王也就两千三一块,你这是什么牛排敢卖三千? 我这牛排可是今天早上空运过来的顶级食材,还有这1899年的苏菲,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 一个路边摊还搞空运食材和1899年的苏菲,谁敢相信是真的? 就是啊,三千块都快赶上我两个月的工资了,一旁围观的路人看到这个价格后也都失去的离开了。 都到饭点了,我还是给自己做一份尝尝吧。 白大仙给烤盘加热到冒烟,接着倒点橄榄油上去,然后放上牛排直接开煎,高温刺激着牛排,顿时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 不到两分钟时间,第一面就煎得差不多了,随后将牛排翻个面,再放入一块黄油增添风味。 牛肉跟黄油融合在一起,顿时产生了浓郁的鲜香味。 不是,你这怎么想的,你一个路边摊敢要这个价,我只是有钱,又不是傻子,你以为我会被你宰吗? 这位靓仔,你不要急,你且听我给你吹。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我的牛排绝对物超所值,不好吃你不用付钱,出神级的水平,加上殿堂级的音乐,绝对能让你的灵魂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 富二代成功被勾起了好奇心,反正三千又不多,试一下满足下好奇心也行。 那好,马上给我来一份,我就等着看你怎么升华我的灵魂。 一旁围观的路人剑真有大院种点餐,顿时看得更起劲了。 这么一小块牛排就三千块了吗? 当然不是了,还有一杯红酒的。 富二代嘴角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虽然在他眼里三千块并不算多,但周围看热闹的人一个个好像把他当成傻子来看了。 这要是被人拍到网上让熟人看到,岂不是很尴尬吗? 五分钟后,一份让人垂涎三尺的牛排套餐就制作完毕了。 老板,你让我坐哪里吃? 问题不大,请看这边。 亮仔你觉得这个位置怎么样? 既能一边品尝美食,又可以一边欣赏路过的美女。 想想就很心动,对不对? 心动你个大头鬼,三千块的套餐你居然让我坐在路边吃, 我不要面子的吗? 旁边围观的路人不知道是哪个没忍住直接笑出声来了。 吃西餐做马路牙子,笑死我了。 这怎么看也不适合配上牛排啊? 我倒觉得配上一碗面条,然后手里再拿个馒头更合适。 听到吃瓜群众们的议论,富二代气的脸都绿了。 老板,我的乐器演奏什么时候开始? 亮仔请稍等。 说完,白大就把别在腰上的索娜抽了出来。 什么?你说的乐器演奏就是吹索娜吗? 哪有人吃牛排听索娜的? 你等等,你等等。 白大没有理会他,直接将索娜递到了嘴边。 别这样,别这样。 一手白鸟嘲讽喜庆版送给您。 一旁的富二代也渐渐陶醉在美妙的天籁之鹰中无法自拔。 真是磁曲只应天上游,人间能得几回闻啊。 哎哟,大街上吃牛排配索娜,这就是格调吗? 是谁演奏的索娜声,我要忍不住躺下了。 我的妈呀,这年头的人都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吗? 吃西餐厅索娜,这是要开启的节奏啊。 这一刻的富二代有点坐不住了,他连忙起身想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可不管他走到哪里,白大都会紧随其后,此时的他开始后悔了。 我为什么要在一个路边摊吃牛排啊? 我配吗?我怎么能吃牛排呢? 如果能让他重来一次,他绝对不会选牛排了。 哥,我吃还不行吗?等我吃完你就不要再吹了好吗?求你了。 于是富二代在一众围观路人的注视下, 直接把盘子上的小牛排一口吃进了嘴里。 哎哟我去! 鲜嫩的牛肉夹杂着一丝奶香味在嘴里化开, 味蕾瞬间被完全打开了, 焦脆的口感带着顶级牛肉的香味,真的让人太上头了。 牛排吃完之后,富二代开始品尝手里的苏菲。 浓郁甘甜的花香味夹带着橡木的味道, 丝滑的让人有一种仿佛置身于原始丛林之中的淋漓快感。 好强烈的真实感, 美妙的唆呐声把路上的行人全部吸引了过来。 这不系沈丞月吗? 这小子到底在干嘛? 不会是被夺死了吧? 嗯? 好兄弟,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请你吃好东西, 老板,快给我的兄弟也来一份牛排套餐。 沈丞月你发什么疯, 快给我放开, 我不吃, 你个傻傻, 收了人家多少钱, 这么整老挤, 你现在放我走, 咱俩还是好兄弟, 这么多人你不嫌丢人啊? 反正刚才已经丢完人了, 再丢一会又能怎么样呢? 何况现在还有你陪着我? 好家伙, 这两个富二代竟然坐在马路牙子上 吃着三千块一份的牛排加红酒, 旁边还有个一身西装的男人 吹着索娜给他们助兴, 如此炸裂的画面被路人传到了网上, 一时间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卧槽, 快来告诉我这是哪里, 如此特立独行的路边探, 我超爱的。 旁边围管你赢那么多, 这些赢不尴尬吗? 等等, 这个演奏索娜的兄弟怎么那么像白老板啊?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一直在口城, 还真有可能是白老板。 一眼就认出了视频中吹索娜的人, 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白老板。 白老板最近好多次都在口城摆摊啊, 不行, 我得去口城买个房子, 不然来回跑住酒店太不方便了。 啥家庭啊, 房子说买就买。 万恶的有钱人啊, 三千块的牛排, 这说我是吃不起了。 白老板为什么要去口城摆摊啊, 留在江东不好吗? 就知道了白老板摆摊地点, 必不知道还难受, 因为我特么知不及。 朋友圈里好多人都在秀, 去找白老板的事情, 我要去跟这些有钱人拼啊。 我一直以为大家都一样穷, 直到白老板卖三千块的牛排, 我才发现穷的只有我。 沈承岳和杨恒 被好友们堵在家中一顿输出。 岳哥, 杨哥, 你们两个是不是去体验生活了? 哥们够一起吧, 看你们好不容易上一回热门, 我还花了一千马尼 帮你们上了个热搜。 沈承岳望着这群爱看热闹的家伙, 随后露出了迷之微笑, 你们不是天爱吃西餐的吗? 这个路边摊卖的牛排红酒都不错, 比一般西餐厅品质都要好, 而且还能欣赏到美妙的唢呐演奏。 话音刚落, 一群人笑得更大声了。 那牛排是真的好吃, 你们一群土狗怕是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排在这傻乐, 大势级别的食材家主义, 还有现场演奏, 只要三千块, 要啥自行车啊? 对对对, 那牛排真有那么好吃吗? 我听说那个摆摊的老板手艺一绝, 在江东市非常有名, 之前还爬到山顶卖粥, 半夜焚山卖小馄饨, 真有意思啊。 你这么说, 我倒是对这牛排味道有点好奇了, 岳哥, 你们既然都已经去过了, 那明天再去一趟帮我们打包几分回来吧。 你们想的挺美, 又想吃牛排, 又不敢去现场体验, 不带, 要吃一起去吃。 说吧, 怎么才愿意给我们带一份? 想屁吃呢, 给我们出丑的视频买热搜, 还想让我带买, 怕是大白天的没睡醒吧? 那个, 这牛排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吃, 都是华国人, 中餐它不香嘛, 吃啥西餐啊? 第二天上午, 广场周围聚集了很多被热搜视频吸引而来的路人以及老师客。 昨天视频里的睡哥几点出摊来着? 不清楚, 我是下午刷到视频的, 估计是中午左右吧? 好多人呀, 估计都是奔着索纳哥来的。 可不是吗? 难道我们城市上次热搜, 这不得来凑凑热闹? 可万一人家今天不来摆摊怎么办? 不会的, 白老板一般在一个地方都会摆一周的摊。 对对对, 一会问问白老板几点出摊, 咱们好提前来排队。 由于昨天摆摊的位置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 所以白大只好在马路对面寻找摆摊位置, 反正都是在时代广场, 没有超过任务地点范围就行了。 哎呦, 卧槽, 白老板在马路对面呢? 我说怎么还没看到人呢? 估计围观的人太多, 白老板挤不过来了。 众人闻声后, 一窝蜂式的涌向白大的摊位。 白老板, 你对于你索纳哥的新外号怎么看? 还有一个外号叫做索纳牛排哥? 我还是更喜欢你们喊我白老板。 这时候, 人群后面出现了两个看起来有点熟悉的身影。 我去,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咱们真的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吃牛排吗? 多尴尬, 一群人看我吃饭。 杨恒跟在沈承岳后面一直叨叨个不停, 而沈承岳全程不吭声, 拉着杨恒往人群里翻。 麻烦让一下, 我们要进去吃饭。 很快, 两人就挤到了人群最前边, 虽然他们都戴着墨镜和口罩, 但还是被白大一眼就认出来了。 你们也来了。 原来他们就是昨天上热搜的两个客人啊, 怪不得把自己包裹得这么严实。 几分钟后, 三个损友也都全副武装地赶来了现场。 我的妈呀, 头套都整出来了, 这谁忍得住啊? 真忍不住, 这些人是怎么想到一块去的? 是怕上热搜吧? 昨天那两人都被网友做成表情包了。 这是又想吃牛排, 又怕射死, 笑死我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绑匪大聚会呢? 他们几个怎么也来了? 几人队眼后, 立马认出了彼此, 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相认。 白老板, 一会吹索纳布? 对对对, 我们老师课可都没体验过吃饭, 还带现场演奏的, 你不能后此薄彼啊。 我想听台花叫可以吗? OK, 兄弟们。 就是这个位, 连带着西餐都变得接地寄了起来, 路边吃牛排跟吃炸串也没什么区别, 十分的自在, 完全没有在西餐厅的居住感。 老师课们对白老板的手艺有着充分的信心, 三千块的牛排,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就这样吃了。 外表间的焦脆, 内里柔软鲜嫩, 入口即化, 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 肉香味很足, 温度把控的合适, 煎出来的完美牛排就是外脆里嫩的口感, 汁在嘴里, 越嚼越香, 还有明显的芝士味, 每一口都是享受。 另一边, 沈承岳和几个损友不知什么时候聚在了一起。 岳哥, 这牛排真的好吃吗? 我可是牺牲了跟女朋友的约会来陪你们吃牛排, 这要不好吃, 我可亏大了。 不是, 你包成这个鬼样子出门, 就不怕被路上的叔叔拦下来吗? 我傻呀我, 路上怎么可能带这玩意儿, 我下车才带的。 好了, 都散开点, 聚在一起干啥, 还嫌我们不够显眼呢? 有道理, 装作不认识就对了。 不是, 我们等下要点的曲子还没选出来呢? 西餐得配英文歌吧, 感觉肯定得进。 好家伙, 有画面感了。 老板, 吹一个在Spectre怎么样, 感觉这个跟西餐挺搭的。 你们怎么这么会整活啊? 我突然觉得自己不是来卖牛排, 而是来卖艺的。 曲子一响, 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决定了, 灯尾以后埋了, 分头就放这手。 以前怎么不知道这歌这么燃呢? 一点为何感都没有, 我下次吃西餐就配这曲子了。 又不是我母亲, 真想上去点一个牛排, 披着这顶起音乐吃, 不得紧啊, 你省啊, 牛排吃不起, 这附近吃的嘟着呢, 随便买点回来, 就蹲在路边吃, 不是照样可以听意吗? 那, 就像他一样。 今天的客人比较多, 人一多就有路边摊的味道了, 大家都一起吃, 就没什么好尴尬的, 反而觉得挺有意思。 月哥, 这牛排是真不错, 比我们之前去的那些高级餐厅里的, 还要好吃十倍。 对对对, 幸好今天没有和女朋友去约会, 不然就吃不到这么美味的牛排了。 刚才我们为什么不点两份, 一份根本不够吃啊。 没事, 吃完我们再去排队买就是了。 买个屁, 你看看这队伍, 都快排到法国去了, 轮到我们早就卖煤了。 另一边, 张建军听到儿子要去口城出差, 就立马来劲了。 你不是要跟浅浅商量看一家幼儿园的事情吗? 出差太辛苦了, 我替你去吧, 反正退休在家也没事但, 帮你跑一趟还是没问题的。 这小老头算盘打的是真惊了, 不用, 你退休这么久, 公司的业务都不熟悉了。 你什么意思, 看不起我吗? 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不就是白大在口城摆摊, 然后你想去吃饭吗? 还说得这么大意凛然的, 你真想去的话, 我可以带你一起去。 哼, 算你小子实相。 不过要带上保镖, 时代广场人很多, 到时候别被挤到了哇哇叫。 第二天, 张明远谈完生意后, 就跟助理来到了时代广场, 只见现场人山人海, 用几道连只蚂蚁都爬不进去。 我爸过去了吗? 是的, 老张总上午就在保镖的陪同下来到广场了, 按照白先生12点出摊的时间来看, 老张总这会有可能已经吃完了, 白先生的摊位这么火爆, 您现在过去怕是排队都排不上了。 失策了, 明天把中午的时间空出来, 提前过来排队。 张总, 要不直接把明天中午的饭局约到白老板的摊位上吧, 这样既不耽误工作, 也能吃饭。 你让我跟合作公司的老总来吃路边摊, 而且还配嗦娜音乐, 这个提议不错, 你赶紧去安排吧。 没想到你不但会做好吃的, 连嗦娜也吹得这么棒。 还行吧。 我打算以后跟着你混, 你去哪里摆摊, 我就吃到哪里。 我跑的地方很杂的, 到时候明远哥会不会说我把你拐跑了? 嗨, 他眼里只有工作, 哪里还记得我呀? 说好中午一起来你这吃饭的, 结果又开会忘记了时辰。 算了, 不提他了, 一会去你家再给我蒸两块牛排, 刚才就吃了两份, 根本不解茶。 这两天西餐唆呐的热度居高不下, 以至于周边很多城市的人为了看热闹, 都特意跑来口成打卡。 不愧是最近火爆全网的西餐牛排, 来的人就是多啊, 不过听说这个白老板之前就在江东摆摊的, 不知道张总有没有尝过他的手艺。 我们张总可是白老板的铁杆粉丝, 非常喜欢他的手艺呢。 那感情好, 我还没尝过呢, 今天可有口福了。 闻到张明远几人的时候, 助理已经把随身带来的桌子板凳给摆放好了。 张总不仅一表人才, 连身边的助理也是能人, 真是不好意思, 还得让你们来准备。 哪里哪里, 举手之劳而已。 说真的, 在大马路牙子上这么吃东西, 我这还是头一回。 没想到白老板不但处意好, 连吹唆娜的水平也十分了得啊。 啊, 对对对。 张明远作为朋友来捧自己的场, 结果因为时刻太多而没办法给人家单独演奏, 白大心里甚是愧疚, 于是他边吹着唆呐边往张明远几人身边走过来。 如果说这首唆呐曲价值一百块, 这说啥也得给人家听个五十块的吧。 可是作为时刻家听众的张明远几人却开始不自在起来, 因为周围看热闹的人全部把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了。 这两位真有意思, 竟然来路边摊上谈生意。 我怎么感觉那个脸圆圆的老总有点点瘦啊。 好像是胡达房产的老总, 我在广告牌上面看过他的照片。 骂眼, 竟然是胡纵, 抹象刀胡纵也在马路上吃牛排。 我所白老板怎么靠得这么近, 原来是胡总来捧藏了。 随后人群里响起了一阵霹雳啪啦的拍照声。 那胡达老总对面的男人是谁, 看着挺年轻的。 张总, 是张总, 就是那个荣邦建材的老总, 他的公司是值十几个亿呢, 我们公司的建材就是用他们家的。 胡总, 牛排好吃不好吃呀, 跟你平时吃的是不是一个胃呢? 胡总, 你平时吃牛排便当有没有脆所那的? 此时胡总的脸红的跟猴屁股没什么两样了, 只见他对身后的助理使了个眼色, 助理立刻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个头套递给胡总, 胡总接过头套后迅速往脑袋上一套, 瞬间感觉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你们认错人了, 我真的不是胡总。 突如其来的一幕, 把现场的人以及坐在对面的张明远看得目瞪狗呆。 不是, 这吃的牛排, 你咋还带头套来了? 带你就带吧, 可是这明明都被认出来了, 你还套上了? 好一个掩耳盗铃的亡羊鼓劳。 虽然围观的群众还在指指点点, 甚至还有人忍不住狂笑了起来, 然而对于此刻套了头套的胡总, 这些外界的声音已经变得毫无杀伤力了。 张总, 你看胡总套上头套之后, 想不想汉匪? 张总, 要不你也套一个呗, 这样的话你们看起来会更大。 此时的张明远已经完全能够理解胡总刚才的行为了。 那个, 头套还有吗? 给我也来一个吧。 什么? 一个茶叶蛋你卖十块钱, 你咋不去大街上抢钱呢? 这下蛋的难不成是金鸡吗? 听闻这话的白大很无奈, 因为这周的任务是在班车上售卖一千个茶叶蛋, 白大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把原本系统建议二十元的零售价降到了十元, 可是眼前的大爷听到这个价格后, 当场就炸死了。 你这小伙子, 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你这也太黑心了你。 大爷, 我这价格真不算贵了, 而且我还是明码标价。 这还不贵, 十块钱我都不知道能买多少鸡蛋了。 大爷, 贤贵咱可以不买的, 不要再切上烙了, 会影响到其他人的。 那不行, 这得亏我问了一句, 我这要是没问, 这十块钱可不就被黑了去? 你大爷我好歹也在这地方活了几十年了, 头一回遇见这么黑的事, 我要是不咬两个人给你点颜色看看, 是好欺负的。 这咋还要摇人啊, 我就卖个茶叶蛋, 就算是黑了点, 也不至于摇人吧。 喂, 叔叔嘛, 十块钱一个的茶叶蛋你吃过没? 卧槽, 没想到这大爷说的摇人竟然是报警了。 你们快点来吧, 对, 这卖茶叶蛋的就在车上呢, 我跟你们说, 这样的黑心商贩就要严惩不贷, 我保证人不让他跑了, 要不是我多嘴问了一句, 他差点黑了我十块钱, 你们敢信吗? 司机丁叔觉得大爷的举动有点激动过了头, 于是赶紧上前来劝道, 我说老哥, 这都是误会, 你不相信他, 难道还不信我吗? 大爷只是斜眼看了丁叔一眼, 然后对着电话那头说道, 团伙作案, 你们快点来吧, 我怕我顶不住。 好吧, 这小老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不是, 这好歹也是熟人啊, 这咋就成了团伙作案了呢?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人脉, 我跟你们说, 叔叔马上就来了, 你们谁都别想跑啊, 别看我一把年纪, 你们想跑也跑不掉的。 多稀罕啊, 打电话叫警察也能叫人卖, 好像谁报警叫不来警察一样。 小松弟弟赶紧跑吧, 这大爷我帮你拦住他。 不用, 我没有犯法, 还是等叔叔来了再说吧。 你这小伙子确实是有点黑了呀, 谁家的机能生出这么贵的蛋呢? 就是啊, 哪有茶叶蛋卖这么贵的, 就算拿到国外也不能卖这么贵吧, 难不成你这茶叶蛋是进口的? 你这不是纯纯的废话吗? 一辆警车就停在了班车跟前, 带叔叔们上车后, 大爷就迫不及待的把刚才的情况说了一遍。 这多黑呀, 这正月初一的夜晚也不带这样的, 这得亏遇见了我, 这要是换成别人问都不问就买了, 这还了得, 他今天敢卖十块, 明天就敢卖一百, 后天就敢卖一千, 那大后天就是, 哎, 真的不敢想象啊。 你这茶叶蛋十块钱一个确实有点贵啊, 这做生意不是你这么做的啊, 我这是明码标价, 又不是强买强卖, 谁曾想大爷就报警了, 你说我冤不冤呢? 没有强买强卖就行, 强买强卖可是犯法的, 不过你这茶叶蛋的价格也太离谱了, 你虽然没强买强卖, 但要是人家没问就找你买了, 回头你就收人家十块钱, 这怎么说得过去? 就是啊, 太黑了。 所以大爷问的时候, 我就先跟他说了价格, 并不是直接就把茶叶蛋拿给他的, 而且我这茶叶蛋虽然卖得贵, 但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十块钱一个我其实都算是卖得很便宜了, 十块钱你还卖得便宜了? 行, 你给我来一个, 我倒要看看是不是跟你说的那样物超所值, 白大毫不犹豫地接过数数递过来的十块钱, 随后打开了装有茶叶蛋的玻璃罐盖子, 顿时一股浓郁的卤香味, 像脱了浆的野马一样从玻璃罐里奔腾而出, 然后瞬间填满了整个车厢, 在场的乘客们也被这突如而来的香味震惊的差点大小便失劲, 好香啊, 这切被也太响了吧, 真是茶叶蛋的味道吗? 就冲这个香味, 好像这十块钱花得并不冤枉, 话音刚落, 一颗外表看似乎普普通通, 却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茶叶蛋出现在了叔叔面前, 叔叔接过蛋后先是诧异了两秒半, 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拨开了蛋壳, 紧接着就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狼吞虎咽, 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能把它绑起来了? 我早上没吃饭, 刚才吃得太急了, 没尝出来味道, 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枪毙了? 这咋还枪毙了呢? 不是, 这小老头今天真打算置我于死地吗? 再给我来五个, 我要好好尝尝, 不好意思, 刚才吃得确实有点急了, 沙茶叶蛋吃两个还不够, 还得再来五个呀, 真有这么好吃吗? 整位叔叔真不怕花钱啊, 整会儿都没吃个了, 要不知道陡地是沙味啊? 来, 你也尝一个。 吃得太快, 没尝出来啥味, 能再给我一个吗? 不是, 你们咋还吃上了? 十块钱一个的茶叶蛋你们倒是管管啊, 你们怎么还不把它抓起来? 这会儿都吃了几个了, 还尝不出来味吗? 大爷, 我觉得这老板说得好像没啥问题, 要不你尝尝, 然后找点毛病出来批评批评他。 我不吃, 呃, 不行, 我得尝尝,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十块钱的茶叶蛋还敢说物超所值, 我倒要尝尝, 它到底是个什么味儿, 如果不好吃的话你就等着被枪毙吧。 说完, 大爷气愤地剥开了茶叶蛋, 然后一口就将整个蛋塞进了嘴里。 咋那么香呢? 这真的是茶叶蛋吗? 怎么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呢? 大爷, 你觉得怎么样? 嗯, 我吃得太急, 没尝出胃来, 再给我来一个, 我再批判批判。 话音刚落, 整个车厢顿时沸腾起来。 给我也来一个, 我也要批判批判? 不是, 真的物超所值吗? 那我也要一个尝尝。 一旁的丁叔和小伙经不住诱惑, 也跟着要了两个茶叶蛋。 味道确实不错啊, 吸着比卤肉都香, 还是茶叶蛋好气, 不但有肉味, 还有茶叶的清淡香味, 真喜绝了。 就是太贵了, 我只能买两个来即解馋了。 大爷, 这茶叶蛋没话说吧? 是我没搞清楚事实就报警了, 真的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们跑一趟了。 小伙子, 刚才大爷鲁莽了, 错怪了你, 你做的茶叶蛋确实物超所值, 好吃得很啊。 没事没事, 你们觉得好吃就行, 我这周都在这边的班车上卖茶叶蛋, 大家多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就可以了。 放心, 你这茶叶蛋做得这么好吃, 等我回到村里帮你宣传宣传, 把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全带来吃你的茶叶蛋。 还不错, 第一个站点就卖了半罐鸡蛋, 现在出发去下一个站点, 说不定就能把剩下的鸡蛋全部卖完了。 不到十分钟, 白大就赶到了下个站点, 在征得司机的许可后, 白大抱着装有茶叶蛋的罐子往车厢后面走去。 卖茶叶蛋嘞, 香喷喷的茶叶蛋。 肚子正好饿了, 老板, 给我来两个茶叶蛋。 好嘞, 茶叶蛋十块钱一个。 什么, 我有点没听清。 白大没有立刻回应对方, 而是直接打开了玻璃罐的盖子, 顿时一阵浓郁的茶叶蛋香味在车厢内蔓延开来。 好香啊, 奶奶, 奶奶我要吃。 这个茶叶蛋太贵了, 乖啊, 回家奶奶也给你做茶叶蛋好吗? 不嘛, 不嘛, 这个茶叶蛋好香, 我要吃我要吃。 那个, 小伙子, 十块钱一个太贵了, 能便宜一点不? 大娘, 我这茶叶蛋和别家不同, 你尝过就知道了。 好吧, 那来一个吧。 那啥, 十块钱一个的茶叶蛋也给我来一个尝尝, 我倒要看看你这是金蛋还是龙蛋, 要是不好吃我可不付钱的啊。 冯亨接过白大递过来的茶叶蛋后直接包了起来。 香, 真的香, 嫩滑的蛋白加上绵密香醇的蛋黄, 吃在嘴里不紧不噎人, 还十分香甜。 哎呀妈呀, 好吃得很啊, 老板再给我来四个。 一旁的小女孩也把手里的茶叶蛋给吃完了。 乖孙, 好吃吗? 好吃? 奶奶我还要吃? 行, 你喜欢吃, 咱们就再买一个。 那啥, 这茶叶蛋真有这么好吃吗? 好吃啊, 十块钱的茶叶蛋贵是贵了点, 但味道是真香啊, 你看我一口气就干掉了三个。 嘿嘿。 另一边, 报警的大爷回到村里后, 他也不回家, 而是直奔村里情报站的大树下找组织唠嗑。 富贵, 快来快来, 正好说到你呢, 你一早去镇上卖菜去了吗? 今天生意怎么样, 都卖完了吗? 卖完了, 这个不重要, 我跟你们说, 我刚坐搬车回来的时候, 遇到一个小伙子在车上卖茶叶蛋。 听到这话, 本以为会听到啥大瓜的村里人, 全都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还以为你要说啥呢? 茶叶蛋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经常有人卖吗? 关键是一个茶叶蛋要十块钱, 你们敢信吗? 什么茶叶蛋要十块钱? 富贵, 你别被坑了。 真的假的, 你不议对我们玩了吧? 对啊, 哪有一个茶叶蛋卖十块的。 你们这群土鳖肯定没见过吧, 我今天还吃了, 那味道是真的香, 老好吃了。 富贵啊, 我看你肯定是被人坑了。 啥被坑啊, 人家明码标价, 又没强买强卖。 我当时还觉得人家小伙子是奸商, 还打电话报警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连叔叔们都受不了诱惑买了好几个吃呢。 别看十块钱一个茶叶蛋贵, 但好吃是真好吃啊, 你明天早上去卖菜不? 咱们一起去, 再尝尝那茶叶蛋, 虽然有点贵, 但尝个味道解解馋还是可以的。 这老小子说的话可真玄幻, 不会是重邪量, 明天我还是跟他去镇上走一趟看看情况, 要是真被人骗, 我还能帮忙劝劝啥的。 第二天, 王富贵和罗友跟天刚刚亮的时候, 就挑着自家菜园里的菜去镇上卖了。 你说你是真舍的啊, 辛苦重的菜卖完也就赚个十来块钱, 一个茶叶蛋要十块, 你都舍得吃。 要是不好吃我肯定舍不得, 但那个味道是真的好, 等到了镇上你尝一尝就知道了, 我都这把年纪了, 还能活多久, 辛苦一辈子给三个孩子拉扯大了, 现在我还不能想想福吗? 行行行, 我说不过你, 我倒要看看这十块钱一个的茶叶蛋, 还能长出花来不成。 不知道今天卖茶叶蛋的小伙子会不会来呢? 我今天可是特意带我的老伙计一起来尝尝的。 丁叔想到昨天吃的茶叶蛋, 也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估计会来吧? 咋了, 昨天的茶叶蛋没吃过也是吗? 那可不, 这么好吃的茶叶蛋是越吃越上瘾啊。 此时辗转于各个站点的白大, 正好来到了丁叔停车的站点。 那不是卖茶叶蛋的小伙子吗? 丁师傅, 快, 快点给他把门开开。 谢了, 丁师傅。 客气啥, 大家伙都在等你呢? 先给我来五个茶叶蛋吧。 啥, 五十块钱就买五个茶叶蛋, 看来这还不止富贵一个人被骗啊, 不对啊, 这司机师傅看着挺精明的, 怎么也会上当。 小伙子你快过来, 也给大爷我来两个。 这茶叶蛋怎么卖的, 还挺香。 十块一个。 什么茶叶蛋死快一个, 做谁吃得起啊? 不对, 有人吃得起, 你看司机师傅已经吃上了。 嗨, 你们是不知道, 我昨天听到这价格也吓了一跳, 以为遇到了坑人的商贩, 然后直接报警叫来了俩警察, 结果你们猜怎么上? 同样的话, 罗友跟昨天已经听过一次了, 虽然卖了一早上的青菜也才挣了十几块, 但此时此刻的他, 只想知道这个茶叶蛋是不是像老伙计说的那么好吃, 于是他咬咬牙, 掏了十块钱要了一个。 哎呦, 不错哦。 呦吼, 干啥呢? 我这话还没说完你就吃上了, 不是说十块钱一个贵吗? 你怎么还舍得吃? 罗友跟没有理会王富贵, 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一百块的纸币递给白大。 来这么大的吗? 农村生活的老年人, 一个星期也花不到一百块, 没想到这人平时抠抠嗦嗦的, 这个时候出手居然这么大的。 小伙子, 再给我来十个茶叶蛋, 我要去趟县城儿子家, 刚好带点茶叶蛋过去。 嘿嘿, 估计他们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茶叶蛋吧?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也给我来十个, 我也要去一趟县城。 这俩小老头和司机不会是人家请来的托吧? 对啊, 十块钱一个的茶叶蛋见都没见过, 结果他们还一百一百的买, 真让人不敢相信。 可是这味道真的太香了, 不行, 我受不了了, 老板, 给我来两个茶叶蛋。 也给我来两个。 爸, 您来了, 怎么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我好去接您呀。 不用你接, 下了班车才几步路就到你这了, 快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王子明看着老父亲把一兜子茶叶蛋当成宝一样, 送过来给他吃, 差点心酸的要落泪。 都怪我不够孝顺, 没给老父亲买过好吃的, 这才让他觉得茶叶蛋是好东西。 别在那发呆了, 我告诉你, 我可是忍着一路没吃, 好不容易给你带过来的。 当王富贵将茶叶蛋的袋子一打开, 浓郁的卤香味在客厅里立马蔓延开来。 不对劲, 这茶叶蛋怎么这么香, 比媳妇煮的香多了。 爸, 这茶叶蛋是你自己做的吗? 不是, 我哪能做出这么香的茶叶蛋, 在班车上买的, 十块钱一个呢, 我都没舍得吃, 买了十个给你们带来了。 什么? 十块钱一个? 外卖的茶叶蛋三块钱一个, 我都嫌贵。 没想到老爷子在农村竟然吃十块钱一个的茶叶蛋。 你尝尝就知道了。 味道确实比一般的茶叶蛋好吃了不知道多少倍, 难得农村竟然有这么高水准的茶叶蛋卖, 这是班车上买的吗? 对呀, 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茶叶蛋做得真好, 我这老头子也奢侈一把, 买了次这么贵的茶叶蛋尝尝, 这钱花得不冤枉吗? 十块钱一个的茶叶蛋好吃成这样, 贵点也应该的, 也就在农村这个价, 如果放到大城市, 说不定可以卖得更贵。 第二天在儿子的陪同下, 王富贵坐上了回村的班车。 爸, 怎么没看到卖茶叶蛋的小伙子? 哈哈, 你小子比我还馋呢。 昨天的茶叶蛋我就吃了两个, 剩下的都留给你儿媳和孙子吃了, 我压根就没吃过瘾。 不急, 这一路上好几个站呢, 放心好了, 从有一个站能碰到他的。 班车大约行驶了五个站后, 白大熟悉的身影终于再次出现在王富贵面前。 来了来了, 卖茶叶蛋的小伙子来了。 这, 这不是上个礼拜风靡全网的唢呐歌吗? 大清早的, 白大的好心情在这声唢呐歌下出现了一丝阴影。 可以叫我白老板吗? 谢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白老板, 真的是你啊, 难怪茶叶蛋这么好吃, 原来也是你做的啊。 富贵看着儿子一惊一乍的样子, 还有说的话让他听得云里雾里的。 干啥呢? 还不买茶叶蛋? 爸, 你别急, 这可是白老板啊, 白老板, 我能跟你合个影吗? 我说咱小镇上怎么能长出这么俊俏的人, 原来是明星啊。 这小伙子长得确实好看, 俊得很啊。 咱们要不要也去跟他合个照, 要个签名啊? 我这可是老人机, 也拍不了照啊。 看看也行, 坐个班车能遇到明星, 回去也能说一嘴了。 说好来买茶叶蛋的, 结果看到人家小伙子又是搭话又是合照的, 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王子明一口气买了二十个茶叶蛋, 因为他觉得跟三千一份的牛排相比, 十元一个的茶叶蛋简直和白送的没什么区别。 那小伙子什么来头, 不就是卖的茶叶蛋好吃了点吗? 你怎么这么激动? 这是江东市赫赫有名的白老板, 听说他每个礼拜摆摊的位置都不一样, 做的食物也不一样, 但味道都一样的美味。 接着王富贵把前天报警抓白老板的事情跟儿子说了一遍, 网传白老板的身份可能不一般, 不仅资产过亿, 还认识很多大佬级别的人物, 拥护他的人群无比庞大, 我爸竟然敢报警抓他, 这要是被他的粉丝们知道了, 我爸他会不会背? 我的天啊! 王子明突然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于是他再次来到白大跟前, 白老板, 真是对不起, 我爸一个农村老人, 性格又固执, 他不认识你, 所以报警真不是故意的, 真的不好意思, 冒犯你了, 你这还有多少茶叶的, 我全都要了, 就当是给我爸赔罪, 没事没事, 误会早就解除了, 而且大爷后面一直有照顾我的生意, 你不用放在心上, 再说鸡蛋这玩意吃多了也不好, 咱还是给别人留一点吧, 没想到白老板那么多粉丝时刻, 却一点架子都没有, 真难得啊, 爸, 现在你知道这个白老板什么来头了吧, 你说我要不要把我跟白老板的照片发到网上, 让那些天天到处寻找他的人羡慕羡慕, 白老板, 你别走, 等等我啊, 白老板, 也等等我啊, 不走, 今天咋回事啊, 怎么这么多人坐班车, 哟, 你们这么快就找来了, 白老板, 原来你真在淋水这卖茶叶蛋啊, 我们找了一下午没看到你人, 还以为是假消息呢,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在这边的, 今天上午有人在网上发了一张你跟他的合照, 还把位置给分享出来了, 然后旺材秀着胃就找到了你, 白老板, 我们能买几个茶叶蛋, 我不知道你们过来, 所以茶叶蛋做的不多, 一人两个吧, 明天多准备点, 让你们吃个够, 哥, 两个茶叶蛋都不够旺材田羊缝的, 旺材吃了我就没得吃了, 而且多亏了旺材我们才能找到你, 所以能不能给他单独算一份呢, 是的, 白老板你卖旺材一份吧, 钱我出, 没旺材我们还真找不到你呢, 不是我不想给旺材吃, 而是茶叶蛋里有盐, 旺材应该不能吃吧, 没事, 我吃蛋白, 给旺材吃蛋黄就行了, 行, 茶叶蛋十块钱一个, 嗨, 这是我吃过白老板卖的最便宜的食物了吧, 不是吧, 素包子好像五块一个, 那不算, 因为我没吃过, 白老板, 你做事越抛越圆了, 你还记得打命护盼了蒋董府劳吗, 我肯定会到处跑的, 因为我想让更多人尝到我做的美食, 也算是一种追求吧, 当然, 你们能特意来找我, 我也很高兴, 听到白大的话, 老师客们都能理解, 像白老板拥有如此高超厨艺的人, 既不缺钱也不缺名的情况下, 还能每天摆摊做吃的, 喂的也就是心中的那份追求了, 白老板, 你下周卖什么, 我想吃蛋炒饭了, 下周卖什么还没想好, 白老板, 明天茶叶蛋还限购吗, 两个根本不够吃啊, 得看明天来的人多不多吧, 这周还有三天呢, 你们肯定能吃个够, 有不少尝到茶叶蛋滋味的时刻, 把消息发到了网上, 随后大批的网友连夜赶到了临水镇, 第二天天才刚亮的时候, 小镇上的各个班车站点, 就围满了等候白老板的时刻们, 我总感觉不好等, 临水镇的站点那么多, 班车也多, 完全不知道白老板会在哪个站点, 上哪辆班车, 我们这样固定在一个站点的, 不是很保险的感觉, 有道理,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 你们还记得白老板时刻中有个很有名的阿哈梅, 他那狗鼻子肯定能闻到白老板在哪辆, 确实, 我昨天就听来到镇上的人说, 他们看到一条狗后面跟着一群人在跑, 现在想想, 怕就是在追白老板吧, 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条狗在哪啊, 狗哥你口渴了吗, 来喝点水吧, 狗哥你站着累不累啊, 要不要我给你抱起来躺着, 天气有点热啊, 我给我狗哥扇扇风, 狗哥, 来一根火腿肠吧, 狗哥, 我给你放点音乐吧, 就放白老板吹的唆呐好了, 你肯定爱听, 狗哥, 咱今天能不能吃到白老板的茶叶蛋就靠你了, 被挤到一旁的狗主人高佳志, 看着旺财被一群吃货, 当成帝王一样服侍着, 尴尬的简直没眼看, 有了有了, 狗哥发现目标了, 我就知道讨好狗哥肯定有用, 茶叶蛋味道那么香, 只要白老板在附近, 狗哥就能闻到, 还聊啥, 狗哥都跑远了, 还不赶紧跟上他, 不是, 你们为啥要自己跑啊, 去租个电瓶车他不香吗, 你在哪租的电瓶车啊, 就在后面市场门口那里, 你们慢慢跑吧, 我先走一步了, 旺财带着大家伙绕过一条街后, 就远远看到前面正在行驶的一辆班车, 前面的车路, 等等我们啊, 那全人怎么回事, 怎么都跟着班车跑啊, 不对, 那条狗好像就是昨天追班车的阿尔哈, 难道白老板就在这辆班车上吗, 于是等车门打开后, 站点上的时刻们全都一窝蜂式的挤上了车, 原来白老板真的在车上, 司机快, 快走, 别等他们了, 小心点, 说这话你也不怕耳打, 没看到他们还有条狗吗, 就是, 小心这狗丸子你的胃, 追上来养你哦, 周六这天来到临水镇的人更多了, 是白老板, 我看到白老板了, 别挤啊, 我先来的, 让我先上车啊, 快点上车啊, 我闻到茶叶蛋的香味了, 白老板, 我要茶叶蛋, 麻牙, 这比上班早高峰的地铁还恐怖, 这么小的客车, 怎么挤得下这么多人啊, 原本站在后门卖茶叶蛋的白大, 在人群的冲击下被挤下了车, 师傅, 我们都上来了, 快开车吧, 对对对, 赶紧走, 不然一会那狗就要追来了, 可不是, 我们找不到的地方, 那条二哈每次都能找到, 白老板啊, 我要吃茶叶蛋, 太挤了, 你们都往后站一站啊, 别挡着白老板, 让白老板出来卖茶叶蛋, 你们快把白老板让出来啊, 随着车子启动, 站在路边的白大, 还能听到车内食客们在喊他的声音, 卧槽, 那不是白老板吗, 到底是谁把白老板挤下车了, 师傅, 白老板还在下面呢, 快把车停下, 在得知白老板被挤下车后, 车上的食客全都沸腾起来了, 我的白老板啊, 我从昨天等到现在, 你们竟然把白老板给挤下去了, 你们还是人吗, 我就说不能挤的, 你们非要挤, 这下好了, 白老板给你们挤下去了, 都别巴巴了, 下个站点下车, 再往回跑, 说不定白老板还没走, 五分钟后, 班车到达了下个站点, 车上的食客们一窝蜂式地夺门而出, 兄弟们, 快跑, 而老板很有可能还在上个站点等我们, 然而他们还没跑到地方, 就远远看到白老板上了相反方向的班车, 这一刻, 大家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有缘无, 还愣着干啥, 快追啊, 说不定能追上呢, 总不能看着白老板眼睁睁从我们眼前溜走吧, 俗话说得好, 事不过三, 这都两次了, 肯定没有第三次, 对对对, 比起那些没白老板消息的人, 我们最起码都找到白老板了, 可是当大家伙追上白大乘坐的班车后, 却发现之前满满当当的玻璃缸, 此事已空空如也, 白老板, 茶叶蛋没了吗? 这次我是真想哭了, 兄弟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啊, 我们原本都遇到白老板了, 结果因为太激动给白老板挤下车了, 就这么硬生生地错过了茶叶蛋, 好不容易找了过来, 可是茶叶蛋又没了, 天呐, 我们这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啊, 倘若上天让我回到过去,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绝对不会让大家把白老板挤下车去了, 谁家好人买吃的会把摊主挤下车, 这不是饭还没吃上, 就把锅给砸了吗? 白老板, 再爱我们一次吧, 你今天还卖吗? 不好意思哈, 这一周的茶叶蛋已经全部卖完了, 听到这个噩耗, 一群食客顿时哭得更大声了, 白老板, 孩子昨晚连夜赶过来的, 然后跑了一早上一个茶叶蛋还没吃到呢, 要不你把那个剩下的汤给我吧, 这卤汤你要他干啥? 我拿它来卤肉, 浇在饭上吃肯定很香, 我们是怕白老板没处扔, 想着给你喝掉的, 得, 看来今天这缸不彻彻底底的被掏空, 怕是走不掉了, 卖豆腐了, 又嫩又好吃的热豆腐, 有辣酱味, 麻酱味, 还有韭菜酱味的, 好吃又便宜, 大家快来买啊, 咱村今儿个居然来了个卖豆腐的, 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呢, 可是豆腐为啥还配有酱汁呢, 真的挺稀奇的, 白大浙州的任务地点, 就是这个位于云北市的偏僻小村庄, 村里面的人因为不爱吃午饭, 所以平均身高只有0.98米, 因此村庄也被外人称之为小人村, 小伙子, 给我来一份豆腐, 好嘞, 您要什么口味的酱料? 要麻辣味的吧, 什么麻酱味韭菜酱的我不知道好不好吃, 万一烧出来的豆腐不好吃多浪费啊, 酱料你给我多点, 我烧菜喜欢口味重点的, 大妈你误会了, 我这卖的不是炒菜的豆腐, 而是纯手工制作的石磨热豆腐, 十块钱一碗, 直接浇上蘸水就能吃了, 可当白大掀开盖子的那一刻, 大妈就被面前的景象吸引了目光, 只见雪白透亮的豆腐上方热气飘鸟, 让人看了忍不住想上前咬上一口, 还有旁边盒子里散发着浓郁香气的酱汁, 看得大妈嘴馋得有种想流口水的冲动,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 我竟然会馋上豆腐这玩意儿, 那给我来一份吧, 还是要辣酱味的, 这豆腐, 陈大妈, 这豆腐味道咋样, 好不好吃, 是生豆腐吗, 好吃, 实在是太好吃了, 小伙子, 再给大妈来一碗, 我要尝尝韭菜酱的, 说完后, 便狼吞虎咽的把碗里的豆腐全倒进了肚子里, 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小伙子, 我能先尝尝吗, 好吃的话再买, 白大爽快的给大爷盛了一块豆腐, 妈妈, 豆腐好香, 我也要吃, 来, 也给你一块, 谢谢叔叔, 酱汁的酸辣味和豆腐裂开后, 一股鲜香清甜的味道涌入味蕾, 咀嚼起来简直能把人相迷糊了, 一个个吃的还挺香的样子, 反正十块钱也不贵, 我也来尝尝先, 小伙子, 这豆腐的三种酱料有什么区别, 白大耐心的给大叔介绍了三种酱料的主要成分, 你可以只要一种酱, 也可以混合起来吃, 味道都很好的, 那我要辣酱和韭菜酱混合的吧, 一旁围观的几个村民精不住诱惑, 也跟着买了一份, 吃了一辈子的豆腐, 今天才知道原来豆腐还有这么好吃的, 小伙子, 给我再来一碗, 卧槽, 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多人, 那不是看你吃的香吗, 我好像没跟你们说好吃啊, 那还用说吗, 看你香的尾巴都翘起来了, 可是刚才是我先来的, 你也说是刚才了, 赶紧站后面排队去吧, 等下来的人多了, 你又要被挤到后面去了, 这豆腐是真的好吃, 包裹在外面的酱汁, 香辣过瘾, 酸甜适中, 豆腐一口咬下去后, 自带的清甜味立马就出来了, 那口感简直绝了, 可不是吗, 我专门吃了一块没沾到汁水的, 虽然只是简单的白豆腐, 却香香软软的, 一点都不烂, 还带着豆腐的那股韧劲呢, 麻将味的才好吃, 一口吃在嘴里, 满嘴巴都是芝麻酱的香味, 那种黏糊糊的香, 跟辣油混合在一起, 真是香上加香啊, 韭菜味的也巴适的喊, 你们等下也试试, 爷爷, 我还要吃, 我还要吃, 乖孙, 一碗豆腐, 爷爷我就尝了两口, 剩下的全让你吃了, 还是不要再吃了, 我怕你吃多了, 消化不良, 不行, 我还要一碗, 豆腐好香, 吃一碗不够, 你如果不给我买, 我现在就回去告诉奶奶, 说你在照片墙后面, 藏小千千的事情, 你个小人精, 爷爷怕你了, 爷爷现在就去给你买, 你们都围在这里做什么, 是不是有啥高兴的事情, 快说给我听听呗, 那不是来了赶白他卖豆腐的小伙子吗, 卖的豆腐味道特别好, 你要不要也尝尝, 十块钱一碗, 我都吃第二碗了, 豆腐有什么好吃的, 一股子豆腥味, 有那十块钱, 我灌进散酒喝它不香吗, 老周你就是爱跟风, 今天肯定没钱喝酒了吧, 没事, 等一下我请你, 老板, 快, 快给我来一碗豆腐, 不, 要两碗, 你不是最讨厌吃豆腐的吗, 怎么还要吃两碗, 什么, 居然有人讨厌吃这种清甜可口的豆腐, 他有毛病吗, 那你今天不喝酒了吗, 喝那玩意干嘛, 把钱省下来吃豆腐不香吗, 爷爷, 你怎么又躲在这里偷喝酒了, 奶奶知道了又要跟你吵架, 你胃不好不能喝酒知不知道, 我没喝酒啊, 在吃东西呢, 我不信, 你肯定把酒藏起来了, 那, 你看, 我在吃豆腐呢, 一碗才十块钱, 大家都好喜欢吃, 我等一下再去买两碗, 回家你给你奶奶也尝尝, 小姑娘不经意地朝豆腐摊看了一眼, 是, 这不是白老板吗, 我的天啊, 这是你妈做的豆腐吗, 怎么了, 不好吃吗, 不是, 是太好吃了, 你尝一块看看, 我去, 我妈从哪里买来的豆腐, 生吃都这么好吃, 是啊, 太好吃了, 裹上酱汁送到嘴巴里, 先被酱汁的味道香一回, 豆腐被咬烂之后, 又被豆腐本身的味道香一回, 我从小到大吃过的豆腐, 就没有哪个比这个好吃的, 一阵风卷残云过后, 碗里的豆腐就被两人一扫而光, 一由未尽的肖凡, 拨通了妈妈的电话, 妈, 刚才你给我打包的豆腐, 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今天村子里来了个卖热豆腐的小伙子, 我路过的时候见村民们都在买, 我顺手也买了一份, 听说伦伦喜欢吃豆腐, 所以我就给你们装上了, 怎么样, 味道还好吧? 何止是好, 简直是太好了, 妈,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豆腐, 根本就吃不够, 那个小伙子明天还去不去摆摊, 我明天还想再吃一顿, 这个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我去村子里帮你打听打听, 好, 妈, 你一定要打听清楚, 那豆腐有那么好吃吗, 看把这傻儿子馋的, 我跟你们说, 今天这小伙从我家门口经过的时候, 我一眼就瞅出来, 这豆腐肯定不简单, 结果还真被我猜对了, 而且我可是咱们村第一个买豆腐的人, 然后一时没忍住就吃了三大碗, 嘿嘿, 陈大妈, 那豆腐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那当然了, 白嫩水淋的豆腐淋上酱汁之后, 那种豆香混合着各种酱香的气味, 砰的一声就出来了, 老实说, 活了大半辈子就没吃过这么美味的豆腐, 对了, 你不是也买了一碗回去吗, 怎么还问我们好不好吃啊? 此时的萧妈妈懊悔不已, 早知道那个豆腐这么好吃, 我就多买两碗了, 我就不该给儿子打包带走了, 怪我, 都怪我, 最近上火了, 嘴里发苦, 没什么胃口, 所以就给儿子吃了, 难怪可惜的, 只能说你没口福了, 村头的老孙头跟他婆娘就为了这一碗豆腐打起来了, 就因为他婆娘买了豆腐回家没来得及吃, 结果被他给吃得一口不剩, 你说这么好吃的豆腐买回来一口却没吃上, 换谁谁不急呀, 那可不, 味道贼香了, 我这一个挑剔的老太婆都吃得浑身舒畅呢, 一旁插不上话的萧妈妈, 肠子早已悔清, 她突然感觉自己的快乐一去不复返了, 早知道当时多买一碗就好了, 妈, 您还没休息呢, 妈, 你是不知道, 今天这个豆腐到底有多好吃, 我跟你讲, 我就买了一份, 忘记尝尝了, 大家聊豆腐的时候, 我都插不上话了, 察觉到老妈怨念的表情, 萧凡失去的闭上了嘴巴, 然后悄咪咪的回到了自己的睡房, 明天正好休假, 到时候一定要多买几份, 让老妈和女朋友一次吃个够, 妈, 大半夜的你在我床头做什么, 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 你说我当时为什么不买两份呢, 他们问我豆腐味道咋样, 我都回答不上来了, 妈你冷静点啊, 明天我多买几份给你尝尝, 咱吃一碗扔一碗, 放一碗倒一碗, 没有话题咱制造话题, 到时候让村子里的大爷大妈全都来听你说八卦, 好嘛, 现在你赶紧去休息, 一觉睡醒天就亮了, 看着老妈跟个幽魂一样挑了出去, 萧凡的小心脏稍微恢复了平静, 然而大半夜的被老妈这么一下唬,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她是怎么也合不上眼了, 几位大爷, 你们也是来等豆腐小哥的吗? 萧凡觉得有点奇怪, 她是被老妈大晚上给吓到睡不着, 没办法才早早来这里等的, 可这几位小老头怎么也来这么早呢? 依赵奶奶凶得很, 昨天买了俩碗豆腐, 我一时嘴馋不小心吃得太快了, 然后就只给她留了一块, 结果今天早早的就把我撵出家门, 说我要是带不回去三份豆腐, 就不要回家了。 我更惨, 老婆子就买了一碗, 结果她一直不回家, 给我馋的人都麻了, 于是我没忍住就把豆腐吃了, 可是我刚把豆腐吃完, 她就回来了, 最后给我一顿好骂。 我就不一样了, 买了三份回去, 给了老婆两份, 老婆一高兴就奖励了我三百块零花钱, 真是开心啊, 今天要继续好好表现才行。 大家都是被撵出来的, 挺傻, 你是拿着奖励出门的。 哼, 多了三百块, 拿去做什么好呢? 呃, 还是再多买点豆腐吧, 今天就直接买它十碗, 当做一天的饭食。 啊, 卖豆腐了, 又嫩又好吃的热豆腐, 辣酱味, 麻酱味, 还有韭菜酱味, 好吃又便宜。 来了来了, 卖豆腐的小伙子来了, 天啊, 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把它给盼来了。 就在大家期待不已的时候, 白大的三轮车忽然停在一个岔路口上原地不动了。 怎么回事, 它怎么不走了? 好像是隔壁村的人把三轮车拦住了。 我们辛苦等了老半天, 结果居然让一外村的给劫糊了, 这还有王法吗? 瞧我这暴脾气, 你们不要拦我, 我要抢在它前面买。 说好了要买第一碗, 就一定要买第一碗, 不然怎么能平息我这一晚上受罪的怨念? 邹爷爷, 你悠着点啊, 别把老妖给闪了。 小样, 你邹爷爷我每顿能喝半斤白酒, 挑份上山下河抓鱼都不在话下, 去去跑步算什么, 一边凉快去。 老板, 第一碗豆腐要卖给我。 大爷, 你慢点走, 我车就停在这儿, 不会跑。 小伙子, 快, 给我装六碗豆腐。 听到这话, 邻村的郝老司不乐意了, 是我先来的, 应该先卖给我才对。 这是来我们村卖豆腐的, 当然是先卖给我了, 可是是我先遇上的。 我要买六碗, 你买六碗吗? 肯定是先卖给买的多的。 那我买八碗, 比你还多。 呦呦, 谁不会买啊, 我要十碗。 谁怕谁啊, 我也要十碗。 叔叔, 我只有十八块钱, 你能卖我两碗豆腐吗? 爷爷说要卖了家里的羊才有钱, 让我买一碗就好, 可是我想让爷爷爷一起吃, 你卖给我两碗可以吗? 剩下两块钱我明天再给你好不好。 白大知道, 这应该是一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留守儿童, 而且家里肯定也不太富裕。 没事, 这豆腐算叔叔请你的, 你拿走就好了, 不用给我钱。 小男孩被教育得很好, 说什么也不肯白拿。 这样好了, 叔叔就收你十块, 就当是买一送一, 你快回家找爷爷去吧。 妈, 我一口气买了六碗, 咱一人两碗, 你尽管吃, 不够的话我再去村头给你买。 小妈妈没有理会儿子, 而是完全沉浸在豆腐的美味中, 无法自拔。 豆腐口感嫩滑爽口, 每吃一口都能感觉到三种酱汁, 在口腔里一一浮现的感觉, 真的太香太好吃了, 怪不得全村的人都爱吃呢。 大概是馋得太久, 小妈妈一口气就把自己那两碗都吃完了, 顿时感觉肚子里舒服了, 馋虫也消停了。 小伙子, 昨天听燕子说, 你在外面很有名是吧? 还好吧。 你手艺这么好, 长得还这么帅气, 肯定很招小姑娘喜欢吧, 有女朋友了吗? 嘿嘿, 还没呢。 没女朋友吗, 那大妈给你介绍一个吧。 是啊, 大妈认识好多姑娘, 勤快又持家, 你肯定会喜欢的。 要不你留个电话, 我让那些姑娘跟你聊, 说不定还能成就一段佳话呢。 我现在处于创业期, 还没谈恋爱的打算, 谢谢你们的好意哈。 老板, 给我们一人来一碗豆腐。 抱歉, 豆腐已经卖完了。 那我们今天不是没有豆腐吃了吗? 我们可是期待了一上午的呀。 看看谁家买的多, 让他们圆一碗出来给大家解个惨。 谁家买的都没有邹老头买的多。 对啊, 邹老头为了跟邻村的赌气, 一口气买了十碗, 你们去邹老头家看看, 他肯定有多出来的。 很快, 一行人就风风火火地来到了邹大爷家门前。 邹大哥, 看在大家同村多年的份上, 豆腐云我一份吧。 我就知道邹大哥是个热心肠的人, 这豆腐卖我一点怎么样? 邹大叔, 我们可是本家的, 要饮也云我一碗, 你不是一直惦记着我家养的鸭子吗? 明天上我家去撒一只请你吃。 老邹, 我真藏的三锅头, 你不是眼馋许久了吗? 如果你能云一碗豆腐给我, 我就立刻把酒给你送来, 然后咱们一边喝酒, 一边吃豆腐怎么样? 邹大爷原本还在为跟人赌气买回来的豆腐发愁, 这会儿听着大家你一句大哥我一句大叔的恭维, 顿时觉得浑身舒畅, 哪哪都开心。 好了好了, 与你们六份, 剩下四份我和老伴还要吃, 你们怎么分自己商量吗? 另一边, 回到村里的郝老四, 也在为十碗豆腐饭愁。 好端端的跟人家斗什么气啊, 花一百块钱买十碗从来没吃过的小吃, 回去怎么跟老婆交代呢? 四叔,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好吃的吗? 闻起来好香的样子。 四叔在隔壁村买了点小吃, 你们一人买两碗回家, 然后跟爸爸妈妈一起吃。 谢谢四叔。 本着吃不完就送人的想法, 郝老四把豆腐分给了四个兄弟的小孩, 等回到自家的时候, 正好剩下两碗。 媳妇, 给, 路边买的小吃, 快尝尝。 好好地饭不吃, 买什么小吃, 真是浪费钱。 这是我路过隔壁村的时候正好碰到的, 看他们都在买, 我想味道肯定不错, 说不定你喜欢吃呢。 不就几块白豆腐吗? 能好吃到哪里去? 我不吃, 你自己把它们吃完, 不准浪费。 你真不吃吗? 不吃不吃, 赶紧拿走。 那我不客气了。 好吃, 太好吃了, 我吃的真的是豆腐吗? 怎么能这么好吃? 怪不得今天邹老头这么激动, 原来是因为豆腐太好吃了, 要不是文化不好, 我高低给他复诗一首。 媳妇, 这豆腐真的很好吃, 你确定不吃吗? 那我可要全都吃光了。 媳妇, 你不是说不吃吗? 我是说刚才不吃, 又没说现在不吃。 行吧, 老婆总是有理的,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了一阵脚步, 以及小孩的哭闹声。 你们这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老四, 你中午带回来的那个豆腐还有吗? 孩子们吃完之后还想吃, 一直在那哭闹。 你们来晚了, 我就留了两份, 刚才吃完了。 那只豆腐是在哪里买的? 现在还能买到吗? 今天肯定没有了, 那小伙准备的分量本来就不多, 而且, 我跟小人村的邹老头, 因为豆腐还一人买了十份, 后面还有一大群人在排队买, 你们想吃的话, 明天咱们一起去隔壁村买吧。 你居然为了豆腐买了十碗, 郝老四你有意思吗? 你得承认, 要不是因为豆腐, 你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豆腐不是吗? 老四老婆无言以对。 不好了, 豆腐小哥在村口又被人拦住了。 是谁? 是谁这么没素质? 是隔壁村的郝老四, 还领了一大群人来。 又是这个老六, 大家快冲, 不能让他们抢完我们的豆腐了。 郝老四, 你太过分了。 我们在村口巴巴的等了一个多小时, 结果你倒好, 带着全村人在半路上把老板给截停了, 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吗? 就是就是, 你们太过分了。 不好意思, 这事情是我做的不地道, 其实我们也是早早就出发了的, 然后晒了一路的太阳才到这边, 大家都不容易, 不如我们这样, 白老板是来你们村的, 你们先买十个人, 我们再开始买, 这样可以吧? OK, 兄弟们。 叔叔, 我又来买豆腐了。 老板, 昨天我家小豆丁在你这买了两份豆腐, 你只收了他十块钱, 我今天特意来补钱给你的, 顺便帮我打包几份豆腐带回去。 补钱就不用了, 就当是我送孩子吃的。 你做生意也不容易, 怎么能因为孩子小, 就让他占便宜呢? 除了补的钱, 剩下的都买成豆腐吧。 这豆腐就是个零嘴, 要不别买这么多了, 你们一人吃两碗就好了, 老爷子您一把年纪赚钱也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早上卖了三百只羊, 忙得我晕头转向的, 还好赶上了, 要是来晚了, 我这小豆丁又该大哭一场了。 得, 亏我还以为小豆丁生活困难, 原来人家家里是开养殖场的。 好家伙, 为了研发出新口味的奶茶, 白大竟然一口气 把市面上的奶茶通工尝了个遍。 名字起得这么惊天动地, 味道却和普通奶茶没什么两样吗? 看来, 是该我出手的时候了。 接下来的五天, 白大将自己锁在厨房里, 然后不分昼夜地开始了研发奶茶的工作。 这一周的摆摊地点在一个四线小城市的工地旁边, 工地周围除了一间超市, 就看不到第二个建筑物了。 工地里倒是有人, 但都是干活的工人, 我这大几十上百的奶茶, 他们会买吗? 再说对面还有一个超市, 与其花几十块买杯奶茶, 还不如去买几块钱一瓶的饮料更划算呢。 超市门口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卖奶茶的摊位, 这大热天的, 如果能喝上一杯冰奶茶那就舒服了, 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看着小黑板上的字, 将此有点犯难了。 这都是一些什么奶茶, 名字好像都没听说过, 算了, 随便点一个吧, 老板, 来一杯焦热多姜玉。 我费尽巴拉想出来的名字, 这人怎么能把它念成这样呢? 这是从上网下念的。 从上网下念的吗? 可是横着念跟竖着念也没多大区别, 都看不出来是个啥, 那给我来个焦糖焦焦奶吧。 要冰的还是热的? 当然要冰的, 谁家好人大热天的喝热也啊? 很快, 在白大的一通猛如虎的操作下, 一杯冰的不能再冰的焦糖焦焦奶就做好了。 卖相还不错的样子, 多少钱? 68。 一杯就要68吗? 这也太贵了吧, 早知道我刚才去超市里随便买个饮料就好了。 付完钱后, 将此像是泄愤一般猛吸了一口奶茶。 口感无比丝滑, 奶茶带着浓郁的焦糖甜味和茶叶的香气, 完全不像是勾兑添加香精的奶茶味道。 我滴乖乖, 好喝得很啊, 这68块花的真值了。 因为奶茶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定价有点小贵, 而且任务没规定要卖多少杯, 白大也不着急, 能卖多少卖多少, 卖不出去的拿回去自己喝也不是不行。 老板, 再给我来一杯, 这次我要是医师这个芋泥好暖耶。 这款成本要高点, 一杯要88。 你这奶茶是用鲜奶做的吗? 这价格, 如果不用新鲜牛奶就说不过去了吧。 当然, 每天限定的新鲜牛乳, 用的茶叶也都是好茶叶, 你应该能喝出来的, 食材都是非常新鲜的。 比如这个芋泥, 我是先用芋头蒸出来, 然后加入牛奶搅拌成芋泥, 椰奶是将整个椰子的椰肉鸭汁混合牛乳一起榨汁做出来的。 好的, 来一杯。 江慈, 你不是去超市买水了吗? 怎么就带一杯奶茶回来了? 对啊, 你在哪买的奶茶, 怎么才买了一杯? 就在工地门口买的, 都别打我奶茶的主意哈, 一杯要88呢, 你们要喝的话自己买去。 什么奶茶一杯就要88, 你不会被坑了吧? 你是真有钱啊, 这么贵的奶茶我可喝不起, 还是去喝我的冰红茶吧。 这奶茶好喝不? 好喝, 真的非常好喝, 我点了两杯, 花了小两百块, 心疼死我了。 几十块一杯, 几口就喝完了, 这也太贵太不划算了, 有那钱我还不如去超市里买, 几十块钱的水三天三夜都喝不完呢。 工地外, 酷暑难耐的白大给自己做了一杯姜母鸭鸭奶, 顿时, 一股牛奶夹杂着茶叶的香甜气息, 在工地周围弥漫开来。 那啥, 我感觉这奶茶还挺不错的, 要不去买一杯尝尝吧。 你疯了, 八十八块一杯呢。 不过这味道确实有够香的, 不行, 我控制不住忌忌了。 老板, 给我来一杯奶茶。 好的, 请问你要哪种口味的呢? 就要这个叫做奶香冰奶液的。 黑板上的字是要竖着念的。 原来是从上网下念的呀, 可是我咋觉得奶香冰奶液更好喝呢? 请问有这个口味的吗? 抱歉啊, 这个真没有的。 那这个热链骨果香是什么? 是果汁, 多种新鲜果汁调配在一起做成的复合口味。 那就来杯果汁吧, 多少钱? 一百零八。 你这是什么果汁, 怎么这么贵? 用的水果比较多, 譬如草莓, 车离子, 山竹等十来种水果, 然后按照不同比例调制出来的。 听完白大的介绍, 男人有点动心了, 于是他爽快地付了钱要了一杯。 这酸酸甜甜的口感, 不禁让我想起了那天我和他在夕阳下的奔跑, 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短暂却美好。 说人话, 好喝, 实在太好喝了, 没想到果汁还能这么喝, 就跟调酒一样, 各种味道都有, 却又氛围和谐, 而且口感丝滑无比, 让人回味无穷, 爱不释手。 真有这么好喝吗? 真有这么好喝, 你们不信的话可以问老板要几个吸管来尝一尝。 我那是虚的青春。 打住, 你们看这样行吗? 你们四个人一人点一个口味, 然后我们都来尝尝味道。 好主意。 就这样, 五个男人一起要了五杯不同口味的奶茶。 对面什么时候来了个卖奶茶的, 生意还挺好的样子, 可是这样一来, 我的超市不就没人光顾了吗? 说完, 大婶就朝着白大的摊位静止走去。 糟了, 他肯定以为我在跟他抢顾客, 过来兴师问罪了。 可是大婶来到摊位前却没有责怪白大, 而是看了一眼小黑板。 老板, 给我做一杯糖炼巴姆泥。 大婶, 这是从上网下念的。 这样啊, 可是我看你这些名字横着念也没问题啊, 而且感觉更好喝一点。 好吧, 决定了, 今晚回去就把这些横着念的奶茶全都研发出来, 这样的话, 不论客人怎么点都不会出错了。 大婶思索片刻后点了一杯焦糖焦焦奶。 这小伙子看着年纪也不大的样子, 怎么来这么偏僻的地方摆摊呢? 这边的人都是工地上的, 爱喝奶茶的人应该不多吧, 不过对我来说挺好的, 因为我没别的爱好, 就喜欢喝奶茶。 不大一会儿, 大婶要的奶茶就做好了。 嗯, 奶香味很足, 茶的味道也很香, 看着不像是勾兑的奶茶。 老板, 多少钱? 六十八。 大婶没反应过来, 敷完钱后就返回了超市。 哎呦呦, 这奶茶怎么那么贵呀? 比找刨腿买的还贵了几十块呢? 如果不好喝的话, 我会心疼死的。 大婶带着一脸大便不通小便不畅的表情, 吸了第一口奶茶。 浓郁的焦糖味加带着茶叶的香气, 伴随着细腻丝滑的香蕉泥, 入口醇香, 让人回味无穷。 哎呦我去, 这六十八花的真值了。 另一边, 几位工人同志还沉浸在奶茶带来的愉悦畅快的氛围中, 此时此刻的他们好想立刻回到父母的身边, 然后忠心地对他们说一句, 谢谢你们把我带到了这个美好的世界, 也谢谢你们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出色的农民工, 让我喝到了如此美味一人的奶茶, 谢谢你们。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你没完了你, 净整着死出, 上一集我们不是让奶茶小哥拍了一张合照吗? 我们把这张照片做成视频发到网上, 然后标题就写, 夏天的第一杯奶茶, 108一杯, 说不定还能上热搜呢,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在标题后面再加一句妈妈的味道, 可能效果会更好。 然而视频发出后不久, 评论区就炸开了锅。 卧槽, 我眼神有点不好, 你们快帮我看看这上面是不是白老板的三轮车。 没错, 那就是白老板的白坛车, 没想到白老板着肘竟然在历史买奶茶, 可是一百多一杯的价格是不是有点利谱了? 如果是别人卖的呢, 就是离谱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可这是白老板做的奶茶, 别说108, 就是1081杯我要尝尝。 有人能帮我带买一杯奶茶吗? 有费我除一千。 博主好人啊, 白老板的白坛位置就这么大大咧咧的放出来, 这个关注我点了。 有位置就好办事了, 明天是周日, 是白老板这周的最后一天摆摊, 不说了, 我要立刻订机票去了。 不到一个小时, 视频就被白老板的粉丝们顶上了热门, 很多收到丰盛的老实客们, 连夜坐上了赶赴立市的高铁。 而白大这边也没有闲着, 他不仅把横着念的奶茶全部做了出来, 还研发了一款海盐知识奶盖口味的新品奶茶。 没想到半天的时间就被这群老实客发现了, 这网络的传播速度是真快啊, 看来明天是一场应战, 得多倍点分量才行。 第二天一早, 工地门口和超市门口都围满了人, 超市老板很是纳闷。 你们都是哪来的呀, 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吧。 你们来旅游的吗? 可是这附近除了工地就是我这家超市了, 来这有啥好玩的呀? 不是, 我们是来喝白老板做的奶茶, 就你家超市对面昨天来的那个奶茶摊。 你是说昨天的奶茶摊啊, 那奶茶味道确实很好, 我还买了两杯嘛。 我知道今天来的人很多, 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 这队伍少说也排了几百米了吧。 对呀, 我一起床就从旅馆驱车赶过来了, 结果还是排在了后面, 也不知道今天白老板准备的奶茶有没有我那一份。 有钱人真多啊, 这么贵的奶茶还来这么多人排队, 真没想到这个奶茶摊看着平平无起, 竟然大有来头。 这看着哪平凡了, 明明就很特别, 正常路边摊哪有这么贵的, 而且这原材料用的比一些大的奶茶店都好, 能这样不在乎成本的路边摊可不多见了。 白老板来了, 众人闻声后骑刷刷地看向白大骑着三轮车驶来的方向。 这么偏僻的地方他们都能轻易找到, 而且还来了这么多人, 我真的太佩服这群吃货了。 白老板, 我们可是你的老顾客了, 能让我们多点几杯吗? 不好意思哈, 你也看到了, 今天来的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每人只能限购一杯。 好吧, 我看今天好像多了一个新品, 正好我们这里有六个人, 你就给我们每人来一杯口味不一样的就行了。 此时人群里的马鸣也开启了直播。 家人们, 白老板已经开摊, 我们马上就能喝到他做的奶茶了, 据我所知, 这可是白老板第一次卖饮品啊。 举播速度很快啊, 细脚这么清晰, 位置肯定很靠前。 现场的人看起来好多啊, 不知道白老板准备的奶茶够不够慢。 这位置也太难找了吧, 没想到这都能被网友们扒出来。 白老板真的要全国寻他吗? 好期待他来我们城市啊。 主播, 别把摄像头对着你, 我不想看你, 快给我们看白老板。 由于白大做的奶茶太火, 有些去不到现场的粉丝, 就会在自己城市里四处寻找白大同款奶茶。 你好, 有奶香冰奶烟吗? 那有糖链巴木尼吗? 抱歉, 我们店里没有你说的这些奶茶。 那你们不能组合一下创新一个奶茶种类吗? 你带研发新品奶茶是大白菜啊, 张口就来。 不好意思, 你到别家问问吧。 不死心的下雨又来到了另一家奶茶店。 请问你们家有海盐知识奶盖的奶茶吗? 你也是白老板的粉丝吗? 是啊, 难道你也是吗? 嗯。 那你们店里能做出来白老板的同款奶茶吗? 虽然我们知道白老板这几款奶茶是如何做的, 但也只知道食材, 不知道具体的配比, 我尝试去做过, 结果整个店就剩我一个人在值班了。 诶, 为什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呢? 因为其他人都在外面找厕所拉肚子去了。 那些奶茶里加的东西很多, 而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把这些食材融合在一起,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有多难喝就不说了, 最难受的是串息。 那有没有喝起来不拉息的奶盖奶茶? 听说那个奶茶好像加了海盐, 只不经历喝果的人说那味道甜中带点咸。 那就简单点, 奶茶里加上芝士海盐, 然后加个奶盖, 可要是还拉息怎么办? 没事, 给我做一杯吧, 拉肚子算我的。 丁, 恭喜宿主完成本周任务, 奖励新技能, 危险规避。 系统, 请问这个技能有何用? 拥有这项技能后, 宿主就可以顺利避开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危险。 这应该是我获得的任务奖励中最厉害的一个了吧。 下周任务内容, 请宿主前往丑国巴拉拉市, 一周内卖出一千份臭豆腐。 不是, 臭豆腐这玩意儿在国内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喜欢吃的人, 夸它是天上人间难得一见的美味, 不喜欢吃的人, 褪避三射, 甚至闻到味道都会反胃, 现在你居然让我大老远把这玩意儿带到国外去卖, 而且还是一千份。 啥也不是。 重生到这个世界这么久, 跑过的城市不少, 这国外倒是没去过, 现在出去看看也挺好, 虽然外国的治安比不上国内, 但有了危险规避技能, 不管去哪儿都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为了有个舒适的工作和休息环境, 白大在巴拉拉市郊区买了一栋二层小别墅, 然后从系统仓库里指出三轮车, 把准备好的食材和道具全部装上车后, 就出发前往市中心寻找摆摊的地点去了。 这个地方的人流量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而且也没有其他摊子抢生意。 当白大摆好摊位后, 一股让人提神醒脑的剧烈臭味, 快速地从餐车的四周蔓延到整个商场。 好臭, 什么味道? 注意, 这里每个人使用的语言都是英文, 但为了让小伙伴们更直白地了解剧情, 我会将对白内容全部切换成中文。 对啊, 这也太臭了, 难道是有人在街上拉屎吗? 什么情况? 哪里来的臭微? 是什么有毒气体泄漏了吗? 快走快走, 这么臭也不知道有没有毒。 白大没想到臭豆腐的杀伤力这么大, 只见原本人来人往的广场, 瞬间变成了门可罗雀的禁地。 可就在这时, 一名热泪满面的华裔勇士出现在了眼前。 真的好臭, 就是这个味道, 老板, 这是不是臭豆腐? 男子叫高达尚, 是一名华国留学生。 是臭豆腐, 十刀一份, 要来一份尝他吗? 老板, 你是华国人吗? 是的。 我也是华国人, 看到老乡你带着我最爱的美食来这边卖, 我真的太激动了, 快快快, 先给我来十份垫垫肚子。 敷完前后的高达尚, 一脸享受地看着油锅里的臭豆腐, 这不禁让四周捂着鼻子的外国人疑惑了起来。 好小子, 真勇啊。 这人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呀子, 不然这么臭的玩意儿, 他是怎么敢的? 多么美妙的声音, 老板, 快给我盛一份, 我实在等不及了。 白大王刚出锅的臭豆腐上浇上了灵魂酱汁, 瞬间一股浓郁的香蜡味像绝了滴的洪水一样奔涌而出。 滚烫的臭豆腐吸收了酱汁的精华, 一口咬下去, 豆腐嫩滑多汁的口感立刻填满了整个口腔, 那浓郁醇厚的味道如同一股美妙的旋风, 在味蕾间尽情舞动, 带来无尽的满足感和愉悦感, 令人沉醉其中, 久久难以忘怀, 没想到在异国他乡还能吃到这么正宗的臭豆腐,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那年迈的双鸡, 还有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说完, 饱受思念之苦的高达上便嚎啕大哭起来。 我就说嘛, 这么臭的东西怎么可能好吃, 你们看, 都把它难吃得哭鼻子了。 对啊, 哭成这样, 这得有多难吃啊, 太可怕了。 你怎么哭了, 是太辣了吗? 不是, 是太好吃了, 我想这口臭豆腐想了很久了, 老板你不知道, 我在这边吃来吃去就那些烤鸡, 牛排, 意大利面, 有时候还半生不熟的, 腻得不行, 米饭也都是加深的, 还有那个烤小甘蓝, 我真的从来没吃过那么健康的东西。 白大没想到外国的牛子们日子过得这么惨, 竟然因为吃顿臭豆腐就感动得哭了。 老板, 你卖的这是啥啊, 怎么这么臭, 它能吃吗? 这是华国的特色小吃, 臭豆腐, 闻着臭, 吃着香。 哥们, 这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小吃, 因为它是用卤水浸泡发酵出来的, 所以闻着奇臭无比, 但是油炸出来之后呢就变得非常香, 你在淋上这种香香辣辣的酱汁, 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立马就迸发出来了。 真不愧是留学生啊, 就这口才, 不出来摆摊有点可惜了。 那给我来一份尝尝吧。 然而当一份臭气熏天的臭豆腐递到面前的时候, 小伙有点后悔了, 这黑乎乎的玩意儿真的能吃吗? 这臭味一个劲的往我鼻子里钻, 熏得我是一点食欲都没有啊。 可是看着面前两个一脸期待的华国人, 小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于是他紧闭双眼, 然后颤颤巍巍地将一块臭的不能再臭的玩意儿塞进了嘴里。 天呐, 没想到这么臭的玩意儿竟然真的能吃。 然而不能吃辣的他, 一块臭豆腐入口后, 黑色的皮肤立马被辣得跟猴屁股似的。 看样子真的不好吃啊, 这人吃完冷汗都下来了。 看嘛这哥们难受的, 我还是别尝试了, 这么臭的东西想想也知道不好吃了。 一旁的高达上没想到就这点撒撒水的辣度, 也能将小黑辣成这副模样。 味得怎么样, 好吃吧? 太神奇了, 没想到是这个味道, 真的太像了我的哥。 不是, 这哥们不会是拖把, 明明是臭的, 他怎么能说是香的呢? 不行, 我也要过去拆穿它。 老板, 给我也来一份。 两分半钟后, 一份臭的让人窒息的臭豆腐就到了男人手上。 这真的能吃吗? 你只要忽略闻到的臭味, 还是非常好吃的。 就像我这样, 先屏住呼吸把豆腐插起来一块, 然后趁嘴巴不注意,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将豆腐塞进去。 哇哦, 真是美味至极啊。 老板, 给我再来十份。 你都吃二十多份了, 还要再吃吗? 你是拿臭豆腐当饭吃了, 好吃的话你明天可以再来吃, 一次吃太多你的肚子瘦得了吗? 都怪这玩意儿太上头了, 就这点份量根本解不了馋, 我感觉我还能吃它个三十碗呢, 快点盛给我吧。 那行, 记住, 不要逞强。 就这样, 三个人围在摊位前, 一口接着一口地吃着臭豆腐。 他们在吃什么呢? 好臭啊, 这么臭真的能吃吗? 不会是什么整骨的比赛吧? 是在比赛谁吃得多吗? 可这么臭的食物他们都吃得下, 真的太勇了, 如果吃赢了给我一万刀, 我还是愿意去试一试的, 从来没闻过味道这么臭的食物, 别说一万刀了, 就算给我一万零一刀我也吃不下的。 然而此时越来越多的华国人被臭味吸引了过来, 看着眼前这些跟高达上一个德性的食客们, 白大顿感无语至极。 你们这情感也太丰富了吧, 知道的会说你们是感动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来奔丧的呢? 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呀。 小时候最喜欢吃臭豆腐了, 路边要是又买臭豆腐了, 过这一条街我都能闻到, 没得办法, 我就是对这个味道请有赌忠。 好久没吃过臭豆腐了, 我上一次吃还是在上一次的时候, 出国后连味道也没闻到过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觉得这臭豆腐能让人好吃到枯, 比国内的其他小吃都好吃。 不是错觉, 我活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臭豆腐, 闻着奇臭, 但吃起来却香里透着鲜, 所以这并不是小时候路边吃的那种臭豆腐, 也不知道老板是怎么做出来的。 老板, 你能教我们做臭豆腐吗? 你放心, 我们不会拿去做生意的, 就单纯想自己做点来解解馋。 首先, 这是我自己做的传统手工石磨豆腐, 用的水是国内空运过来的山泉水, 然后将做好的豆腐配上祖传的卤水秘方, 浸泡发酵成臭豆腐就行了。 没想到这小小的一份臭豆腐, 竟然花费如此巨大, 不仅仅是食材上的花费, 制作上还这么费时费力。 对啊, 谁家好人做臭豆腐从磨豆子开始啊, 这让我们想学也学不来啊。 为啥子还要学呢? 这不是有形成的吗? 想吃的话, 来卖就死了。 最后, 在几个牛子们的一番狂轰烂炸之下, 白大带来的臭豆腐也终于被他们全部造完了。 老板, 你明天几点出汤啊, 这话怎么听着感觉像是在占我便宜呢? 对对对, 我还没吃过来, 老板你可以一定要来啊。 老板, 能加个联系方式吗? 以后想吃臭豆腐了就找你。 时刻太多, 要是都加了联系方式, 那每天还不得被他们烦死, 那还有啥自由可言呢? 抱歉哈, 我不是经常摆摊的, 就是个人爱好而已。 这句话对这些牛子们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 他们好不容易遇到个老乡卖臭豆腐, 正高兴着以后在国外也能吃到华国的小吃了, 结果没曾想, 这老板竟然不是个正经摆摊的。 苍天啊, 大弟啊, 你为何如此对我啊, 先给我希望, 又让我绝望, 我这粥都会在这边摆摊, 大家放心。 老板你明天接点薯谈呢, 我好提前来的你。 下午三点。 白大收摊离开后, 一群牛子们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最后还组织了一个群聊。 吃饱喝足的高达上刚进到宿舍, 就被鼠狗的死党逮了个正招。 什么味道? 好小子, 你是不是背着我去吃什么好吃的了? 啊, 没有吃什么? 这股味道很熟悉, 我猜肯定不是外国菜, 有点像华国的食物。 这味道, 是臭豆腐。 好啊, 你小子竟然背着我吃臭豆腐, 而且还不给我烧一份回来, 亏我们还是好兄弟呢。 不是我不想给你带, 是现场吃豆腐的人太多了, 根本就不够吃。 快说, 你是在哪吃的? 就在飞宫馆产那边, 老板是个华国人, 应该是刚来摆摊不久的, 那手艺真的是绝绝纸。 好了, 我知道臭豆腐很好吃, 请你快别说了。 明知道我肚子饿, 你还在那巴巴巴个不停。 第二天下午两点还没到, 就有一群人守在飞宫广场等候白大的到来。 怎么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是谁走漏了风声吗?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我发了朋友圈, 然后大家知道了地点就赶过来了。 说起这个我也发了朋友圈, 现在圈子里的刘绣神应该都看见了。 那岂不是说一会还有人来? 应该是吧, 毕竟臭豆腐在国外真的很少见, 而这么正宗的路边摊更是见都没见过。 小黑和小白作为第一批敢尝试臭豆腐的老外, 也加入了等待的大军中。 咋回事, 怎么还有外国人来等臭豆腐呢? 那当然了, 这么正宗的臭豆腐只要尝过后都会爱上的好吧。 话音刚落, 人群中响起了一个声音, 快看呐, 臭豆腐来了。 太好了, 我早饭午饭都没吃, 就等着臭豆腐呢。 可是这咋不臭啊? 傻瓜, 臭豆腐都还没拿出来, 怎么会有臭味? 等老板把装臭豆腐的铁桶打开你再闻闻, 我的天, 老臭了。 这是在夸我吗? 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 白大知道今天来的顾客会比昨天多很多, 所以准备的臭豆腐份量也比昨天翻了一倍。 当第一桶臭豆腐被打开后, 一股美妙的臭味犹如脱江的野马一般, 瞬间席卷了整个广场。 这味道真得劲啊, 可不是, 这味道好久没闻到过了, 上次回国特意去找了一个路边摊, 结果那里的臭豆腐一点都不臭, 吃在嘴里跟炸豆腐一样, 没什么特别的, 不像这个臭豆腐, 闻着就好吃。 现在摆摊很火的,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国内有个人很奇葩, 一个礼拜换一个地方摆摊, 每个礼拜卖的食物还都不同, 而且听说他做出来的东西非常美味, 因此他的身后每天都有一大群追随者。 他们说的这个奇葩该不会是我吧? 真是太好吃了, 我都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你们不知道我在国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 天天不是汉堡就是炸鸡, 全都是一个口味, 要多腻有多腻, 现在我是真怀念以前在国内的生活呀。 是啊, 太惨了, 以后要是每天都能吃到这样的华国食物, 那该多好啊? 讲真的, 老板, 你做的臭豆腐是真正宗啊, 我敢说国内都很少有这么地道的臭豆腐。 可不是, 这么好吃的臭豆腐, 我长这么大也没吃过, 老板, 你会一直摆摊的吧, 不敢想象要是我吃习惯了, 突然有一天吃不到了可怎么办啊? 这个要看情况。 老板, 你不能这么任性了, 没有你的臭豆腐, 我们怎么活啊? 对啊, 快把话收回去, 这话我不爱听, 老板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没有你真不行啊。 老板, 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是签证问题还是什么? 你说出来, 看大家能不能帮忙, 我虽然是个学生, 但我可以找我爸帮你的。 是啊, 老板有问题, 大家一起解决。 我也能帮忙的, 我有钱。 是这样的, 我喜欢到处摆摊, 而且每次卖的食物也都不一样。 这怎么跟我女友说过的白老板那么像啊? 难道你就是每周随机换地方摆摊的白老板吗? 不是, 我的名声已经传到国外了吗? 如果没有第二个随机摆摊的白老板, 那你说的应该就是我了。 天呐,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我跟你们说, 白老板可有名了。 我女朋友被网上发的白老板美食馋得不行, 上周才回国, 就是为了回去找白老板。 没想到白老板居然来国外, 这要是让我女朋友知道了, 还不把他气哭。 我就说老板的凑豆腐做得这么地道, 肯定不是岌岌无名自辈, 没想到老板你真的大有来头啊。 这没什么, 虚名而已。 这里是SBB电视台, 一位吃饱了, 没事干的日新市民向我们反应。 肥坤广场这两天正被一股臭气熏天的味道笼罩着, 路过的游客们为了躲避这股味道不得不要到外行。 大爷, 对于广场上弥漫的这股臭味你是怎么看的? 就刚刚我还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 以为自己进到茅房里来了。 好家伙, 活了25年我就没闻过这么臭的玩意儿。 不跟你说了, 我得赶紧回去立好遗嘱, 不然哪天被熏死在外面都不知道。 好有趣的大爷, 都25岁的高龄了还像个小孩子一样。 这位小哥, 为什么这么臭的食物你们也能吓得去嘴, 而且看起来吃得还挺开心的样子。 这个叫臭豆腐, 是我们大华国的美食, 别看它闻着像爸爸一样臭呼呼, 可吃进嘴里却是满口香醇。 那可不, 有些东西可能表面不起眼, 但它的内力却是美不胜收, 我敢说在你们丑国根本就找不出这么美味的食物。 就是啊, 除了汉堡杂鸡和薯条, 好想也没有其他能吃的咯。 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臭豆腐老板, 老板你好, 请问你在豆腐里面添加了什么佐料, 使得它如此巨臭, 却又让那么多人爱不识口。 这是用一种特制的卤水浸泡发酵出来的, 闻起来是其臭无比, 但经过油炸之后, 臭豆腐的香味就会被激发出来, 你要不要来一份尝尝, 不好吃我不收你的马尼。 女记者冲着不好吃不要钱的心态, 接过了白大递过来的臭豆腐, 然后对着镜头插起来一块放进了嘴里。 这,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没想到一块如此丑陋不堪的小方块竟然这么好吃, 我太爱这个味道了。 接下来两天, 在媒体的推不住栏下, 很多喜欢猎奇的外国人慕名而来, 食客人数也由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了几百人, 很快, 白大在国外爆火的新闻就传到了国内, 一时间网络上顿时一片哭嚎, 国内那么多城市还没跑完呢, 白老板你怎么能抛下我们去国外摆摊了? 白老板你这是一点指望都不留给我啊, 之前在国内我还能跑一跑, 现在你去了国外, 我连护照都没有, 这不直接完蛋了吗? 那群外鬼人都什么丑豆腐, 老板你应该来藏撒白摊才对啊。 有的老师客得知消息后受不了打击, 一口陈年老血直接喷了出来, 我的白老板啊, 你快回来吧。 恭喜宿主完成本周任务, 奖励十个亿。 怎么又是钱, 还以为会奖励一些稀奇的技能或者啥的, 没想到又是区区十个亿, 这周的手气不行啊。 下周任务, 前往珠穆老马峰山顶售卖一百份绵绵兵。 崩溃的, 我真的崩溃的。 先不说我能不能爬得上珠穆老马峰, 也不说那上面有没有人, 就山顶那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 怎么可能会有人敢吃绵绵兵啊, 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好家伙, 为了完成在珠穆老马峰上售卖绵绵兵的任务, 白大冒着随时被冻死的风险来到了零下五十度的珠峰山顶。 现在明明是大夏天, 这里却是冰天雪地的, 比冬天还要冷几十度, 试问谁家好人会没事上来这里瞎溜达呢, 就算真有人来也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吃冰吧, 而且还要卖一百份, 这简直比登天还要难上百倍啊。 白大掏出朗了, 然后将音量调至最大, 这样一来, 别说在山顶, 就是那些还在半山腰上的人都能听到吆喝声了, 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 回应他的只有呼啸的风声和无尽的寒冷, 为了让快被冻僵的身体暖和起来, 白大将系统仓库里备好的干柴取出, 然后用他们迅速升起了一个火堆, 幸好我有仙剑之名, 来之前准备了一些柴火, 不然绵绵兵没卖出一份, 自己倒先被冻死在这了,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小时, 而山顶上依然见不到半个人影。 当初真不该接下这个任务, 这简直就是自讨苦吃嘛。 但他也明白, 既然已经来了, 就只能坚持下去了。 救,救我。 大叔,你怎么了? 水,我想喝水。 可是我这里没有水啊, 要不你吃一个绵绵冰吧, 应该可以稍微缓解一下你的口渴。 然而当那第一口冰凉的绵绵冰送入口中后, 大叔感到一股强烈的寒意, 瞬间席卷全身, 但随之而来的是, 那香甜的味道在口腔中散开, 带来一种别样的满足感和愉悦感。 小伙子, 你这叫什么冰的, 真的太好吃了, 一口下去后全身凉索索的, 整个人仿佛下一秒就会结冰, 然而细腻爽滑的口感, 好像一团暖人的火光, 迅速将我包围起来, 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 大叔活了大半辈子就没尝过这么美味的冰。 大叔, 刚才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一个人来到这里呢? 我已经癌症晚期, 时日好像也不多了, 但我喜欢爬山, 喜欢挑战, 世界第二高峰你知道吧, 我去年已经挑战成功了, 今年只要能把珠峰拿下, 那我的人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可是珠峰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从出发到现在已经16天时间过去了, 带出来的水和干粮也在第十天的时候吃完了, 就在快要登顶的时候, 我实在支撑不住就昏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就隐约被一阵喇叭声唤醒, 于是我咬紧牙关, 一路跌跌撞撞地爬了上来, 在看到你的摊子之后, 我知道我有救了。 那你现在肯定是又渴又饿了, 可是我这里就只有绵绵冰, 如果你喜欢吃的话, 我就再给你做一份。 是啊, 刚才如果没有你的喇叭吆喝声, 我这会儿估计已经糖版斑了, 那就再给我来两份吧。 不好意思, 你这什么冰的真的太合我胃口, 两份我怕解不了馋。 对了, 你这个多少钱一份啊, 做得这么好吃, 应该不便宜吧? 一份一百块? 确实不便宜啊, 但是这么大一份, 而且味道还那么好, 也值这个价了。 没想到像我这种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 在有生之年不仅实现了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梦想, 而且还吃到了这么美味的食物, 真的太值了。 肚子终于填饱了, 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对了, 小伙子, 你为什么会想到来珠峰顶上摆摊呢? 这里不禁老, 而且也没人, 你这样能挣得到钱吗? 大叔, 其实我和你一样, 也喜欢去挑战一些表面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尽力为之, 成功与否都不重要了。 两人拍了一张合照后, 大叔就开始出发寻找下山的路去了。 就在白大以为接下来又是一个人寂寞空虚冷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脚步声。 这上面怎么会有人在摆摊啊? 老板, 你这绵绵鞭怎么卖的? 一百一份。 怎么这么贵? 那也给我来一份吧。 白大瞥了一眼, 小伙身后满脸愁容的女孩。 两个人吃一份, 够吃吗? 不是的, 是一个人吃。 不好意思,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是一起的, 这边有五种口味, 不知道你想要哪种呢? 要吃反浪漫巧心。 这是你最爱的口味? 都这么多天了, 你考虑的怎么样? 难道我们真的要…… 细腻的质感仿佛是用云朵和甜蜜精心编织而成, 一口下去, 宜人的味道瞬间在口腔中蔓延, 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美妙感受。 不对, 这根本就不是我以前最爱吃的口味, 因为这个味道比那个还要好吃十倍。 真的吗? 老板, 快给我以来一份一样的。 好嘞, 马上就好。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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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没想到看起来平平无奇, 味道却如此惊艳。 小梅, 你还记得当中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两年半前, 还是陌生人的我们进了同一个小吃店, 然后顶了同样口味的绵绵冰。 最后还…… 阿坤, 我考虑好了, 我们还是分手吧。 为什么? 七天前, 我们在山脚下不是说好了吗? 只要咱们能够顺利登顶, 就和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站在珠峰山顶上了, 为什么你还要执意分手呢 因为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你上完厕所不冲水的臭毛病 每次看到你那一坨犹如珠峰一样高耸露云的奥利给 我三天都吃不下饭 你知道吗 这不是冲不冲水的问题吧 这根本连马桶盖都没打开就直接拉了好吗 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让你到楼下拿个外卖 你得要化三个小时的妆 晚上睡觉你还摸呀 两位能不能听我说一句 前面有人吗 快来救人啊 怎么办 如果不尽快把他拉上来 他会摔得粉身碎骨的 这里眼看就要坍塌了 可是我们连一根绳子都没有 根本就够不到他啊 你们快救我 我快坚持不住了 来人啊 上面有人吗 快来救人啊 你坚持住 我去找人来救你 出什么事了 你们快救救他 他要掉下去了 你背包里有没有绳子 没有 全是一些热用品和零食 大家快想想办法 他看起来好像快坚持不住了 众人面露难色 因为大家知道在没有任何工具的辅助下 贸然上前救人 只有九死一生 系统 这个危险规避技能有什么用 当宿主遇到危险时 会自动触发该技能 从而帮助宿主脱离危险 让我来试试 别往下看 快抓住我的手 当小伙抓住白大的手后 后面的人就开始拽着白大的双腿往上拉 不好 要他了 大家快用力拉呀 你们不要拉了 快放手 不行 我们放手了 你们会掉下去的 快放手 不然你们都会被拖下去的 快放手啊 系统 我这次真的被你坑了 永别了 各位 天啊 我们居然没事 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在气球上了 你们刚才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从那里摔下去呢 我们爬了七天才好不容易登了顶 就想拍个照留个纪念 没想到脚下的石头突然断裂 我一个没站稳救 多亏有你们 不然我今天就英年早逝了 说来也怪 我的热气球原本飞得好好的 突然就莫名其妙的偏移路线 然后以每秒八十脉的超高速撞向珠峰 就在气球和大山即将热情拥吻之时 你和白老板落在了气球顶部 随后气球也奇迹般的停止了飞行 这怎么看起来像是老天爷故意安排你们来救我们的呢 难道我是天选之子 命不该绝吗 得了吧 就你还天选之子 我觉得你是脱白老板的福 捡回了一条小命 就是啊 大家都在想办法救你 完事后 你竟然说自己是天选之子 命不该绝 尤其是白老板 差点因为你而丢掉性命 好 我决定了 为了报答大家的救命之恩 你们想吃多少绵绵兵兵随便拿 账单我来买 另外 我要把今天绝地求生的故事发到网上 同时把白老板在珠峰上卖绵绵兵的事情告诉网友们 让更多的人来照顾他的生意 果然 小伙的视频发出后 立即引来了众人的围观 大家对小伙差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并不感冒 他们感兴趣的是珠峰上竟然有人在摆摊卖兵 而且这个卖兵的人居然是大家奉为除神的白老板 我的白老板终于回国了 可是为什么他的摆摊地点每次都这么刁钻呢 就是啊 不是山丁就是坟地 这次直接给咱们来了个网站 试问像我们这些手无腹肌之力的普通小市民 怎么可能爬得上珠峰呢 就算爬得上去也得一个礼拜的时间吧 那时候白老板早就换地方了 听说白老板是坐直升机上去的 不知道群里有没有大老板可以提供直升机呢 如果不行的话 大家伙可以集子买一架 你们说呢 一架飞机怎么够 逛我们群里都有几百号人了 至少也要买他个十架吧 好家伙 十架飞机可不便宜啊 少说也要好几千块吧 好几千 你怕不是刚从原始人进化过来的吧 你就大方一点在后面加个万都不一定够呢 那该怎么办 这次好不容易在第一天就发现了白老板的摆摊位置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美食跟我们擦肩而过吧 十架直升机我们是买不起 但买一架总没问题吧 我们不用爬山 只需在珠峰山脚下等待 然后让人架着直升机将绵绵兵买下来就可以了 高家志的建议得到了群里所有人的高度认同 于是乎大家伙纷纷慷慨解囊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架直升机的钱就凑齐了 第二天 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客们全都聚集在了珠峰山脚下 而负责运送绵绵兵的直升机也开始朝着珠峰山顶缓缓飞去 没想到大家这么神速 才一上午的时间就来了这么多人 别人我不知道 反正我昨晚刚看到视频 就连夜坐高铁赶来了 我也是 正在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就刷到了那条视频 然后我连马桶都没来得及抽 就收拾好铺盖连夜赶来了 拦都拦不住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连屁股也没来得及擦吧 让你来你还不想来 你看看这里多热闹 不比窝在那村子里面强吗 待会吃完东西 我和你去爬爬那珠峰活动活动筋骨怎么样 算了吧 就我们俩这把老骨头 连上个楼梯都费劲 你还想去爬这么高的山啊 老李叔说的没错 这世界第一高峰可不是那么容易上去的 你就消停点 老老实实待在山脚下看看风景得了 明远啊 你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把这婚给结了 跟我下棋的几个小老头年纪还没我大 可是他们的孙子都会打酱油了 爸 你不要急 我们都计划好了 年底就去领证 不行 明天回去你们就去把证给领了 然后年底就给我生个大孙子 可现在都六月份了 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 那好 我们各让一步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抱上孙子 你们好自为之吧 沈缘 几个月不见你好像长高了不少啊 而且看起来也壮实了很多 告诉叔叔 你爸爸和后妈他们现在对你怎么样 这还用问吗 人家爸妈就在这 如果不好的话 怎么可能会陪他大老远跑来这边呢 嗯 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的关心 我现在过得很好 爸爸妈妈都很爱我的 不过我现在有一个愿望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是什么样的愿望 你说来听听 我好想见一面山顶上的白叔叔 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我爬不上去 就在这时 负责采购绵绵兵的直升机 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那不是白老板的三轮车吗 难道说白老板也一起下来了吗 果然 当直升机舱门打开后 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飞机上一跃而下 老师客们看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白老板 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 纷纷朝着白打飞奔而去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 没错 我们随机摆摊的剧情到这就完结了 谢谢你们几个月来的支持与陪伴 下个系列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白打哦 拜拜